男孩第一次给男人做治疗 就因为沉迷男色摸了不该摸的地方 男人名叫周在京 是世界综合格斗大会的轻重级冠军 既是拳击台上的暴君 也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而此时的男孩也同样关注着男人 因为他今天要去给周在京选手做治疗 男孩名叫京坦 是一名物理治疗师 因为好久没有治疗的他显得有些紧张 可是一想到自己还要还贷款利息 他必须要留下好印象 可当他鼓起勇气推门而入时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吓愣在原地 只见周在京疯狂地击打对手 丝毫不顾大家的劝图 亲眼目睹一切的男孩吓得直冒冷汗 男人缓缓走下泪排 自顾自地说道 那家伙让我和他打练习赛的有什么问题 此时的他似乎也注意到了金坦 刷的一下走到金坦面前 居高临下地说道 我应该说过训练时间不许带人进来吧 谁带他进来的 男孩被他高大微猛的身形吓得不敢说话 危机关头还好经纪人急忙冲了进来 他是新来的物理治疗师 男人一领疑惑 为什么找了新的物理治疗师 上次那人去哪了 文言经纪人愤怒地清惊报起 你不记得了吗 上次你不是因为不满意和他打了一架吗 你知道我今天找到一个新医生有多难 你这该死的家伙 打了一架 金坦文言不淡定了 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挨打 见他有些紧张 经纪人小声提醒他 只要不做惹他的事就不用担心 金担心想惹到他就会挨打呀 难怪工资会这么高还要得那么急 挨打这种事他真的再也不想了 只能尽量去满足周在京选手的一切需求 哪料他刚进屋男人便迅速地将衣服直接脱下 男孩为了五百万治疗费 深夜独自来到男人家里 可他刚到门口便被不明物体击中 只见男人一脸不悦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出局 此时的卷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在极力地玩我 在京啊 我们都相处了几个月了 怎么能就这么结束了 你再考虑一下吧 你知道我的技巧吧 说实话我们很合拍呀 哥会帮你变得舒舒服服的 别再说肿话了在京欧巴 男人则是一脸厌恶 别碰了 很不爽 目睹一切的金坛十分震惊 周在京难道喜欢男人 不过比起那个 现在进去好像更尴尬吧 就在这时男人也发现了他 直接叫他进去 卷毛剑撞气的只咬牙 你以为你跟别的家伙混在一起就能忘记我吗 男人不悦 谁听了你这话还以为我们在交往呢 卷毛气得直接朝门口走去 我们走着瞧 你这个不用保温杯就不能打架的废物 这句话彻底惹怒了男人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乱叫 脱你的服 如果明天的比赛搞砸了 我就去找你把你灭了 走着瞧 随后便叫着金坛离去 房间那一片狼藉 金坛羞红着脸 心想这痕迹也太明显了 比赛前一天还这么做 然后他假装淡定地放下包 准备给周在京治疗 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男人的令 仔细看眼前的这个男人刚进屋 就迅速地将衣服脱下 这可把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吓得不轻 而男人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因为流汗衣服湿了 这样治疗也可以吧 金坛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羞红着脸说道 可以 看着男人这结实的身材 健瘦的肌肉 金坛不禁看待了 随后金坛便给男人做起了物理治疗 不得不说男人的身材是真的好 和他之前负责过的人根本就没办法比较 皮肤光泽有弹力 脸也帅得不像话 连我们的物理治疗师都忍不住想要多看两眼 手也下意识地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 男人刷得一下起身 你现在在碰哪呢 吓得金坛连忙鞠躬道歉 完蛋了 自己怎么能走神呢 这下是真的惹怒他了 是不是马上就要挨打了 眼泪也吓得流了出来 男人一脸疑惑 你哭什么 然后接着躺下 不要做些奇怪的事情 赶紧结束 金坛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没有找我的麻烦 不过以后他应该不会再找我了 而男人则是看着他陷入了沉思 几个小时之后 治疗终于结束 金坛为了不失误一直集中精神 他现在真的好累好想离开这个地方 男人用力拉伸胳膊 感觉还不错 而此时的金坛已经手忙脚乱的 拉上东西准备离开 看着金坛匆忙的逃离 两久男人缓缓吐出了两个字 从包 一周后的某一天 金坛应要债的人堵在家门口 而无法回家 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到超市吃泡面 他看了看自己的余额 下个月的利息都不够还 更别说奶奶的住院费也要缴了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周在京选手 上次的治疗他很满意 希望金坛今晚能去家里给他治疗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车了 情况也有些突然 可以听到加班费是500万 金坛来不及思考立即起身 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男人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后 身下的动作也越发用力 我短信发给你 一定不要让我等太久 男人中了一种魔咒 那就是比赛前一天必须做那个 对方是谁并不重要 只有拥有一个非常满意的过程 才能赢得比赛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程序 金坛听后十分害羞 他不明白为什么周在京选手 会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他 下一秒他就被男人一把抓住 我为什么在这场重要比赛的前一天 非要把那个男人赶出去叫你吗 谁说半夜要接受物理治疗 就要500W了 文言金坛脸颊通红十分震惊 他刷的一下将自己的手抽出 然后大声说道 我是过来治疗的 可不是来做那个的 随后又哆嗦地补充道 我就当没听到这件事吧 治疗 男人冷喝一声 看来你不需要500万吧 这就话让金坛直接愣在原地 男人随即准备起身 不做的话你就走了 我现在比起这些治疗那个更重要 惊谈此时才明白 男人一开始就是为了那个才叫他的 他明明觉得很可疑 可是一想到钱就心急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他一次都没做过 怎么能做那个变态又可怕的事 但是他现在真的很需要那500万 奶奶还在医院 最终他揪住了男人的衣服 请您遵守约定 请一定给我 看着男孩泪汪汪的样子 男人露出了一亩得意的笑容 那是自然 深夜和拳王一起采缝纫机 是中什么样的体验 男孩表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 你和别人有过彻夜交流吗 男孩文言直接惊住 采缝纫机这种事他想都不敢想 更别提和谁一起 见他紧张的模样 男人当即翻了一个白眼 无所谓 反正你今天是我的 男孩羞红着脸 下一秒衣服就被粗鲁地掀开 等一下 刚才我还在烤肉店打工 让我先洗一下吧 思想保守的男孩本想反悔 不料男人直接冲了进来 一把将他扔出浴室 你不会现在才想反悔吧 如果你不想像刚刚那个家伙一样 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了 男孩为了五百万最终妥协了 过程大家可想而知 毕竟周选手十分雕悍一夜未眠 次日清晨男人起身洗漱 刚喝完牛奶 便准备叫男孩离开 可男孩早已脱脱溜走 男人吃笑一声 是啊 这样才有趣 经过彻夜交谈 男人毫无意外地再次取得胜利 甚至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出色成绩 创造了脚TK的名场面 周在京选手今天看起来状态很好 经纪人疑惑训练和平时没什么不同 为什么今天状态这么好 男人倾笑一下 我只是给自己加了一点东西 没错他想要的就是这个 迄今为止他尝试了很多 状态这么好还是第一次 随后他对经纪人说道 那个新来的理疗师 干脆用作我的专属治疗师吧 经纪人又精又洗 那真是太好了 之前业内最棒的老师都无法满足你 我会负责联系的 男人看向远处 他的妙用可不只是治疗 能让我们的保温杯选手如此生气的 恐怕只有自己的媳妇了吧 眼前的男人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原来是他给媳妇一直打电话都没有接通 男人十分生气 他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昨天他们还那么愉快的交流 他生气的冲进去问经纪人 金坦哥也联系不上吗 经纪人边吃边说 联系不上 可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把合同和内容发到TTK上了 虽然没有回复 但显示已读了 他已经看了对吧 过了一周了 怎么还没有回应 但是工资给的多应该会有积极的想法吧 男人十分愤怒 他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如果一直联系不上的话 可能是他自己不想做吧 肯定是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一直打不通的话应该是被拉黑了吧 男人闻言瞬间不淡定了 自己被拉黑了 愤怒的轻惊抱起 另一个大叔也劝他放弃 都做到那个程度了 不接就是拉黑了 男人气得当场朝墙面打去 而此时的男孩还蜷缩在被窝里 不明白为什么已经过去一周了 还有电话打来 他随手挂断电话 头好疼 这对他来说是一段噩梦般的时光 比起用钱捉弄人的周在井 像傻瓜一样被摆弄得自己更可怜 以生病为借口休息了太久 该上班了 越是痛苦的事 越要尽快发泄出来才行 因为他没有时间难过 奶奶还在医院等着他 金坦当恢复就来到医院看望奶奶 奶奶见到他十分开心 并嘱咐他有时间就好好休息 还关切地询问男孩有没有吃饭 男孩想过来陪奶奶一起吃饭 知道他没吃饭 便让他去冰箱拿点吃的 男孩拿出了小时候最爱喝的乳酸菌 这是奶奶托看护人买的 金坦没想到奶奶还记得 他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他知道这样幸福的时刻已经不多了 医生告知金坦奶奶 对现有的治疗药物产生了抗药性 所以奶奶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可下一秒医生说的话 又让他重拾希望 现在临床刚结束的新药出来了 如果尝试一下新药的话 奶奶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好转 只是新药很贵保险还不适用 治疗费负担会比现在增加一倍 听到这金坦握紧了双手 如果不用那个的话 奶奶会怎么样呢 那医院这边已经无能为力了 金坦独自坐在医院大厅 他定定地看着手机上的河头 脑子里全是医生刚刚说的话 他叹了一口气 情况为什么会越来越糟呢 虽然他不懂 但是希望奶奶能不那么痛 他垂下眼眸 觉得自己特别无能 就在此时手机也再度响起 金坦拿起手机一看 正是周在京选手 男孩想起了被追债的日子 只有奶奶和他两人相依为命 在噩梦般又怎样 还能更糟糕吗 于是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此同时打不通电话的男人十分生气 直接将手机扔到一边 正当他准备上楼时 一阵门铃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朝屏幕看去 男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小白兔 送上门的小白兔你会拒绝吗 一直失联的男孩突然出现在男人面前 这让男人十分激动 可他还仍旧摆出高傲的姿态 这段时间一直不接电话 怎么还找过来了 男孩也不和他废话 直接问道 您不是只想作为物理治疗师和我签约吧 男人挑了挑眉 这你懂的 除了训练前后的按摩 还有比赛前需要的特别治疗 男孩疑惑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呢 对男人来说 治疗师就是要把他状态提到最好的人 而男孩无疑是令他最满意的人 男孩沉默许久 最终说道 我需要钱 你之前提出的金额还要多很多 他从来没有那么坚定过 因为医生告诉过他 想要治好奶奶的病光药费就有900万 还要加住院费和看护费 所以他大声说道 每月请给我1400万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签约的 虽然知道他可能不会答应 可为了生病的奶奶他只能这样 男人戏谑地盯着他 随即坏笑道你果然更需要钱 也是 他呵呵冷笑 那天也是直接跑来要500万的吧 成交 就按你说的金额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如果我愿意的话 不管时间地点你都要满足我 你能做到吗 男孩也不意外 在来的路上他就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男人也十分满意 那么协议就此打场 大胸功和男孩达成协议 如果他愿意的话 不管时间地点男孩都要满足他 协议达成那一刻 男人嘴角上扬掩饰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下一秒就将男孩趴的一下甩到沙发上 直接拽住男孩的头发 我现在就想要 这一刻他等待了好久 金颤文言大惊失色 虽然来之前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可没想到真正做起来他还是会害怕 他想起了在医院的时候 院长也逼迫他做那种变态的事 金颤皱起眉头 那个时候也很恶心 他难受地咬着唇 只希望现在能快点结束 他小声地问周在京还需要多久才好 男人挑了挑眉 丝毫不理会男孩 他凑近男孩冷笑一声 现在的样子比刚才好看多了 金颤知道从现在开始 他从周在京这里拿了多少 都要一分不少的还回去 真的太糟糕了 一月他来到医院 当看到奶奶的笑容时 他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奶奶从医生那边得知 要采取新的治疗方案 新的治疗方案需要花很多钱 误以为金颤借了高利贷 金颤解释到自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年薪也很高 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工作了 奶奶文言十分开心 一旁的医生也夸赞他能干 就在这时身下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奶奶察觉到了他的情况 连忙询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金颤只好解释自己睡觉的时候 可能闹着了 为了避免奶奶担心 金颤只好离去 奶奶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身体 从今天开始 他就要去周在京选手的体育馆上班了 男孩第一天上班就打了大扎工 不料男人非但没有生气 还要和他一起打年糕 金颤怀着忐忑的心情 打开了训练室的门 看着人群中的周在京 他开始有些紧张 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见面了 金颤皱起眉头 只希望不要每天都和他做特殊治疗 经纪人的突然到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正当众人疑惑时 经纪人介绍道 这是在京的专属治疗师金颤 闻言众人都十分好奇 他看起来那么年轻娇小 能承受得住在京哥吗 经纪人出生制止 大家说话注意点 他比你们都大 众人都瞪大了双眼 连周在京也不例外 他明明看着很小 金颤也十分害羞地说道 我今年29了 周在京闪过一丝差异 很快便到了训练时间 只见周旋首先是一个右勾拳 然后再是一个帅气的脚踢 轻轻松松地就将对手制服 下一秒又直接把沙袋打裂 看到这一幕的金颤十分震惊 怎么会有那么充满压迫感的力量 抛开其他不说 这个实力他还是很佩服的 这时有个学员有些不舒服 他眉头紧促地转动着胳膊 金颤见状赶紧询问情况 并且帮他做起了康复治疗 其他学员见状也纷纷上前 准备让医生帮忙治疗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男人看待眼里 他直接叫住金颤 一旁的经纪员一掌过去 没礼貌的臭小子 说过他比你们多大吧 乖乖地叫医生 周在京虽然一脸不愿意 但还是叫了金颤医生 随后叫金颤和他走 刚进入洗衣室 他就直接脱下上衣 然后将金颤拉进淋浴间 啪的一下甩到墙角 没错整理运动 我现在因为训练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感觉得释放一下才行 所以医生你要帮帮我才行 金颤十分震惊 他在说什么 疯了吧 这里是体育馆 他挣扎地说道 这里不行 外面还有人很危险 可男人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金颤心想 明明几天前才刚刚做过 就算是签了合约 可这也太过分了吧 他不受控制地扇了男人一个耳光 我让你停下 男孩第一天上班就打个大扎弓 下一秒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他惊慌失措地上前查看周在京有没有受伤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 居然打了那个可怕的男人 他色缩地躲在墙角 心想自己肯定死定了 不料男人非但没有打他 还一脸十分享受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好久没被打 逼声是在给我脑痒痒吗 他步步紧逼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金颤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打年糕 你不是说不管时间地点 随时都可以吗 别忘了 多亏了这个条件 你才能拿到那1400万 金颤只想在其他人来之前赶紧结束 不料下一秒洗浴室便被两个学员推开 男人探出头来你们干嘛 见周老大在淋浴间 两人有些犹豫 紧张地说道 在金哥我们可以进来洗个澡吗 虽然知道你不喜欢和别人共用淋浴室 但是今天我们流了很多汗 我们保证很快洗完 金颤此时害怕极了 摇头是一男人拒绝 可男人就喜欢看他这个样子 他打开淋浴间的水 水瞬间淋在金颤身上 然后心情颇好的对两人说 知道了 你们洗吧 金颤文言大惊失色 他不理解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男人幻笑能不能被发现就看医生的 为了庆祝金颤成为周在金的专属治疗师 大家特意为他举行了欢庆仪式 金颤收到了新的治疗师制服 他向经纪人鞠躬表示自己很喜欢 以后会好好穿的 经纪人十分感谢金颤 他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 能有人承受周在金那个糟糕的脾气吗 还好医生出现了 金颤觉得那个男人岂止是脾气糟糕 分明就是个变态 教练越说越激动 拉起金颤的手 医生以后在金就拜托你照顾了 随后他们便一起来到烤肉店 看着学员们这热情的模样 金颤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的学员不停地给他加吃的 还嘱咐他快点吃 不然就会被抢光的 因为每次选手们一起聚餐都相风了一样 随后大家就开始相互介绍 经纪人也告诉金颤 大家虽然有时候很粗鲁 但是都是心性善良的人 以后还要麻烦他多照顾 就在这时一个学员一过到在金哥哥没来 教练说他只有上午训练 下午有事去外面了 他原本也就不喜欢聚餐和喝酒 队员们却有些愤怒 这可是他的专属治疗师的欢迎仪式 不过金颤却默默松了一口气 他不来自己心里更舒服 就算见到他也只会想起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回忆 昨天的事没有被发现就是万幸 要是被发现了 那以后见到选手们也会很尴尬吧 这是一个选手突然说 教练我们还没举行欢迎仪式 金颤就这样被一把拉起 教练搭着金颤的肩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为了欢迎我们金颤医生 举办的欢迎仪式吧 所以一定要装满了对医生的心意才行 知道了吗 只见大家笑嘻嘻地拿着啤酒 全部倒入超大的酒杯中 不一会儿就装满拿到金颤面前 金颤直接下的目瞪口呆 这个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喝完 这集有一点点精彩 保温杯选手终于开着他的小车车 来扛媳妇回家了 为了感谢金颤成为周在丁的专属治疗师 大家办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 就在金颤看着眼前啤酒发愁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 空气也瞬间变得安静起来 他拿起一个酒瓶 静止朝医生走来 再搞欢迎仪式吗 那也要接着我的呀 不知道医生能不能喝完啊 毕竟你原本就很柔弱 或许是感受到了他的嘲讽 金颤猛地举起酒杯 直接一饮而尽 众人都很震惊 医生好棒真的一口喝完了 金颤只是直直地看着周在丁 可是下一秒他便亮亮呛呛地醉倒在地 教练看向周在丁 你送医生回家吧 周在丁一脸吃惊 为什么要我去送 因为就你没喝酒 说吧教练直接把他推上前 你的医生你自己去送 看着喝醉的金颤 周在丁还不忘吐槽一句真蠢 明明就承受不了 但是他还是乖乖地将媳妇扛起 看着醉酒的金颤医生 保温杯选手一脸嫌弃 你家在哪 把地址给我 而此刻的金颤还在迷迷糊糊地说 自己要去买殷淇淋 我把你扔着了快点说 在得到准确的地址后 周在丁一脚油门直接出发 很快他们便到达目的地 不过周在丁却皱起了眉头 你就住在这么破旧不堪的地 周在丁又又又惹媳妇生气了 金颤刚睁开眼 便发现自己没在家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 这里是周在丁的家 昨晚的是他一点也想不起来 难道是周在丁亲自送他过来的 想到这他本能地转过头去 检查自己的身体 可奇怪的是一点都不痛 昨天什么都没做吗 就在他疑惑为什么要带他回家时 周在丁走了进来 难道你是觉得我昨天会饥不择食吗 你这浑身的酒味给我我也不要好吗 周在丁觉得他没那么坏事 下一秒他说的话让金颤直接愣住 你家实在不是个能住人的地方 发霉的墙角 随处可见的啤酒瓶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贫穷的味道 我一瞬间也待不下去了 金颤就这样愣在原地 原来他去我家了 不是人能住的地方 他用力攥紧拳头 他这么有钱肯定是这么觉得的吧 随后就朝门头走去 失礼了我们体育馆见吧 周在丁还不死心地问 你为什么要生活在那种地方 破破烂烂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会体会我们这种人的艰辛 我住在什么地方 怎样生活也不关你的事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 留下了一脸不解的周在丁 久久他才朝门口说道 干嘛呀 我说错什么了吗 而且昨晚明明是他用力拉扯着他 泪眼汪汪地求他不要丢下他一个人 怎么甩都甩不掉 自己无奈之下才好心带他回来 怎么现在还成他的错了 明明是他一直缠着自己 金谈苦苦哀求 周在丁能否预知下个月工资 昨天他刚收到了 从周在丁那里得到的1400万 用这笔钱交了奶奶抗癌治疗费和贷款利息 虽然余额所剩不多 但第一次增加的利息 还是能偿还很大一部分 照这个速度 利息马上就能还清了 但是如果连本金都要还的话 要和周在丁选手一起度过几年呢 就在金谈觉得未来可期时 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下周开始房屋就要开始拆了 如今只剩下金谈没有搬了 如果本周内还没搬走的话 他将要赔偿损害 挂断电话后他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下一个发薪日还有20天 我答应过奶奶等他出院后一定要回来这里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 天天追债的也找上门来 金谈总算找到你了 是准备跑路了吗 金谈不明白他明明暗示还了利息 为什么他们还会找上门来 连本贷力可不止这么多吧 太不像话了 你突然从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可不要连累我们 你要是有那么大的还债能力早就还了吧 如果下个月不能暗示还款的话 我就去找你奶奶 以后也要努力工作 知道了吗 第二天金谈一脸伤痕的来到体育馆 教练看到他状况很担心 金谈撒谎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可教练知道这伤口一看就不是摔倒 远处的周在京却一脸比一的说道 你知道比赛的日程已经定了吗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教练十分愤怒他的态度 此刻的金谈却有些坦克 不管如何必须要预知下个月的工资 他拉伸着周在京脚踝 并告诉他需要重复的次数 他紧张到只听见心跳声 但还是鼓起勇气对周在京说 或许下个月的工资 可以提前支付给我吗 虽然昨天刚发了工资 但是我现在需要搬家 抱歉但是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拜托你了 周在京猛地坐起 真是让人无语 那笔钱你那么快就花光了 我看起来好欺负吗 我是你的提款机吗 我也知道这是不要脸的请求 所以我会做好我该做的 选手想要的我都能做到 拜托了 周在京答应了他的请求 随后便一把将他拽起 正好我现在就有想做的事情 金谈在周大壮面前苦苦哀求 预知工资 可周大壮不是提款机 他的工资从来都要付出代价 这一次他直接将金谈老师 带回了家 金谈不知道周大壮 到底要对他做什么 过去的每一次 都已经让他很疲惫了 难道周大壮是想要虐待他 不过现在就算是害怕 也要听他的 不然自己的情况 只会更糟糕 金谈揉着自己挨打的胳膊石 周大壮走了进来 小谈医生喝酒吗 别人送我的酒还挺好的 但是我不常喝 我之前看你好像还挺会喝的 说着他便直接买上 金谈虽然觉得有些突然 但他还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周大壮顺时扔了一个盒子 在沙发上 正当金谈疑惑这是什么事 周大壮解释这是之前买的玩具 不过都没拿出来玩过 金谈心想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像孩子一样玩玩具 单纯的金谈还问他 这个要怎么使用 周大壮玩耳一笑 马上你就知道 可能是因为过度紧张 金谈觉得他今天更敏感了 当金谈看到周大壮拿出玩具时 他震惊了 而周大壮却是一副多亏了我 你才能有这种见识 金谈此刻觉得 周大壮一定是疯了 他只想立马逃离 可大壮却不给他逃离的机会 金谈第二天是被周大壮强行叫醒的 工作结束了吗 下一秒一块毛巾便朝他飞去 早就结束了你快过 我还要去跑步 你在这里睡懒教科怎么办 周大壮很不满 他昨天只工作了一个小时就睡着了 你这样也太虚弱了吧 就这样还想要提前预知 怎么体力这么差 他还没说完便听到一声巨响 金谈劳累过度晕倒了 比起那晚周在京对他的折磨 金谈更震惊的是 周在京居然会给自己做饭 他更不知道在他昏迷之后 周在京还特意为他安排了四人医生 医生刚检查完金谈的身体 便吓到当场愣住 他惊讶地看向周在京 就算是被快乐蒙蔽了双眼 也不能把人弄成这样啊 周在京虽然十分愤怒 可他知道后面的伤 他也无法反驳 看完满身是伤的金谈 医生则被道 这么严重的伤应该直接送医院 叫我来干嘛 周在京向前走去 我要是带着他去大医院 明早的新闻标题应该是 周在京终于打死人了吧 医生觉得他说的没错 然后转身看向金谈 他应该是太过于疲劳 才会晕倒的 皮外伤比较多 而且他还有营养不良的症状 周在京闻言瞪大了双眼 都这个时代了还会营养不良 医生一脸认真的叮嘱周在京 一定要让他好好吃饭 注意休息 随后目光注意到金谈 你这个新搭档长得很不错呀 最近的质量都一般 你从哪找到搭档 周在京面色不悦 你没必要知道 要注意力度 说着便用胳膊垂了垂周在京 你也稳一稳他 稍微爱抚一下 要有点肢体接触才会更开心 周在京瞬间狂化 你想让医院流烟四起吗 医生吓得赶紧跑路 临走前还叮嘱周在京 今天一定要让金谈休息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吃饭 金谈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 他刚一眨眼就看到周在京 吓得他直接从床上坐起 终于醒了 你还记得你晕倒了吗 金谈紧张到结巴起来 对不起 又给你添麻烦了 他本以为又要被周大壮折磨 不料对方只是叹了一口气 穿上衣服跟我来 下一秒就看到一份均衡搭配的食物 周在京没好气地说道 快点吃了出去吧 我晚上还有训练呢 这集有一点点甜 大胸公终于知道心疼媳妇了 看着周在京放在面前的食物 金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简直不敢相信周在京选手 居然会给自己做饭 正当他疑惑为什么时 周在京开口道快点吃吧 是饭菜不合你的口味吗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 金谈还是吃得很小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长时间 没有好好吃饭了 正当他沉浸在感动中时 周大撞开口道 我不期待你的技术有多高超 但至少也要培养一下体力 能承受住我 不然你像今天一样晕倒的话 我会很为难的 我还要照顾你这种事吗 金谈吓得立马回答 不用 我会努力的 你知道这周有比赛吧 比赛前我也需要进行特殊训练 另外预支付的工资 我这周也会给你 你什么时候搬家 我打算周五之前 颁部会影响到比赛的 金谈咀嚼着食物 他感觉像做梦一样 明明昨天他还被那样折磨 可今天又给他准备了饭菜 他不知道自己晕倒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好久没有吃过 别人给他准备的饭菜了 真的很好吃 很快就到了周在京 和另一位重量级选手比赛的日 金谈来到拳馆 发现训练的人很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今天就要比赛了 所以才没什么人 他看向正在讲话的队员 礼貌地打了招呼 大家再看即将要和周在京 比赛的对手 那人长得像是一个疯 还出言要把周大壮的头打爆 不过他的实力 是更高一级的重量级 听到队员这么说 金谈开始担心起来 不过昨晚他们刚做过物理治疗 应该没事吧 周在京还特意嘱咐 他不用到现场去 他松了一口气 心想他都说了没事了 应该会没事吧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是教练打过来的 周在京的状态十分不好 可能需要他立马过去 听到这个消息 金谈不由的心头一紧 周在京出事了 一向粗暴的周在京 居然给了金谈一个温柔的片子 今天是周在京越级 挑战重量级选手的日子 可就在比赛前 金谈突然接到了教练的电话 周在京选手的状态很不好 金谈得知后十分担忧 匆匆忙忙地赶到比赛现场 门口是早就等待着的教练 教练叫他赶紧过去 在京还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么状态差过 休息室里 其他人还在着急地 帮他放松肌肉 看着情形金谈不由有些心疼 看来他是真的很痛吗 教练也十分担心地 问他现在情况如何 闻言周在京 瞥了一眼刚到的金谈 他立即起身一把 将金谈拽起 然后赶走了休息室的所有人 他们在这只会妨碍到自己 金谈十分担忧地 询问他肩膀的情况 可周在京却让他履行契约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的赛前会面试 对方竟然当众挑衅他 还扬言要打包他的头 他的种种行为 彻底惹怒了周在京 眼看就要动手 不过最终还是被教练阻止了 这之后周在京的状态就很不好 就连教练也察觉到了异常 当他告诉教练 自己的肩膀有些僵硬动不了时 教练想要叫医疗队去被他阻止了 然后金谈就来到了比赛现场 为了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周在京迫切地需要给自己充电 金谈文言有些无辱 自己就像傻子一样 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而周在京现在只想要马上充电 整个过程周在京都在想起 那个家伙的挑衅 他一拳挥在衣柜上 金谈吓得瞪大了双眼 他现在只想冲到赛场把他打抱 当他低头看向金谈痛哭流涕的样子 突然想起了医生的冰准 于是他一把捏住金谈的小脸 给了他一个爱的kiss 突如其来地吻让金谈满脸羞红 他疑惑周在京为什么会突然吻他 这和平时一点都不一样 导致他现在有些双腿发软 周在京仿佛想要把他吃了 直到距离比赛只有三分钟的周在京才离去 由金谈独自一人瘫坐在休息室 看着周在京离去的身影 金谈心里五味杂陈 而此时的周在京已经闪亮登场 收拾好自己的金谈也来到了台下 默默注视着周选手 很快比赛就开始了 对手上来就开始拼命地发起进攻 沉重地打击 周在京选手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这可把金谈吓得一惊 以为自己胜圈在握的黄毛 十分悠闲地挑衅着周选手 周选手嘴角微微扬起 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刻 随后他也同样地挑衅对方 无出所料他果然激怒了对方 周选手抓住机会直接KO了黄毛 并且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一直持续攻击 最终以裁判的阻拦结束了不赛 他同样还给了那家伙一门唾液 这是对见面会的报复 本丝也十分激动地一直呼喊他的名字 他再一次地守住了冠军腰带 台下的金谈也看得入了迷 居然就这样赢了 而此时的周在京也看向他 看着台上的周在京 金谈才知道周在京也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 他就是负责这样一位选手的 他感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重量 休息室里教练还在担心他的身体 明明训练时胳膊都动不了 周选手借口要喝水把教练支开了 然后扭头看向金谈 问他是否有话要说 金谈鼓起勇气告诉他以后 这种事可以提前和自己说 如果是和理疗有关的事没有关系 但是他希望周在京以后 不要突然说这种谎言 然后突然叫自己过来 傲娇的周在京显然不悦 你现在是要我看你的脸色来行事吗 而金谈只是想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周在京有些美好气地看向金谈 然后起身对金谈说道 那我就期待一下金谈老师 下次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 金谈叫出了前行的周在京 有些害羞地说道 那个今天的比赛我看了真的很厉害 文言周在京陷入了沉思 我们的小金老师太惨了 不仅被催债的人殴打 还差点上眼抹布情节 金谈看着镜子中消散的瘀青 这得亏了周在京选手给的药膏 他搞不懂周选手打一个巴掌 又给个甜早的行为 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那天他为何突然吻了自己 平时那么粗暴 也不知道是刮了什么风 这应该算是自己的初吻了 接下来就要去找房子了 虽然周在京遇支了钱 但是还要交奶奶下个月的 住院费和贷款利息 所以他只能找月租的房子 可看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金谈咀嚼着面包 从来没有搬过家的 他压根没想到房租会那么贵 虽然有1400万 但是扣掉住院费和利息 他连月租都交不起 金谈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就应该跟周在京要更多的钱 可转念一想 他又觉得自己是疯了吧 周在京给自己的钱已经很高了 他接通电话 想着多找找 总归是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吧 可就在这时追债的一群人也找到了他 另一边的周在京还在训练室训练 他一直都在关心墙上的时间点 终于他等不及了 直接停下开口询问道 哥 金谈医生还没来吗 是啊 你不是要和金谈医生一起出门吗 文言周在京气炸了 明明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和我一起去医院的 为什么现在还不来 教练对此也表示疑惑 如果迟到的话会主动联系的 电话也没接 周在京感觉自己像是被耍了一样 心情十分不好 教练让他去金谈家里看一下 可傲娇的周在京哪会答应 直接拒绝了教练 并且推迟了医院的预约 宝文杯选手这集真是男友力爆棚 不仅打得混混屁股尿流 还给媳妇还清了所有债务 金谈被马东西按在地上 任凭他如何求劳对方都不打算放过他 可就算是这样那群人也依旧不罢休 一个月就挣1400万 你不会是在做那种不好的事情吗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凭什么值1400万 说罢就要开始上演抹布情节 金谈也留下了无助的泪水 我的人生到底要悲惨到什么地步 就在这时周选手的挥门而入 你们是谁竟然感动我的人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教练一直联系不上金谈 让周在京先去金谈家里看看 周在京本想推迟医院的预约 可却被教练告知除了今天就没有其他的时间了 周在京得之后气炸了 为什么要把日程安排得那么紧 教练也很无奈 谁让你小子人气那么高的 而且嘱咐到这次一定要带金谈一起去 你不在的时候 金谈医生分析你的资料到凌晨 你知道他有多关心你吗 周在京闻言愣住了 没想到他居然那么在乎自己 于是他来到了金谈的住所 可当他刚打开门 便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金谈看到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周在京选手你怎么来了 所以这就是你不联系我的原因 说罢便一把拉起金谈 出来不是说好要陪我去体检吗 马东西哪肯轻易放走金谈 一掌拍在周在京肩上 你算奶跟聪 突然闯进来还想随随便便 把我看动的人带走 是当我不存在吗 周在京可不管这些 拉起金谈就要往外走 这个行为也彻底惹怒了马东西 他拽起周选手的衣服就要开大 一旁的小弟阻止道 大哥这人好像是综合格斗冠军周在京 可马东西根本不放在心上 我们可是实战派 跟你这种花拳绣腿的公子哥 可不是一个档次的 金谈害怕周在京受伤 劝他不要吵架 可马东西还不知死活的挑衅 下一秒周 再进一个霸气的左勾拳 就将他直接干倒在地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健壮一旁的小弟也准备动手 我可是练过摔跤的 你这体重还不够格呢 周选手再次一个挥拳 轻松取胜 你这么厉害就应该继续去摔跤了 当什么小混混 不死心的马东西还打算偷袭 不料却被周在京直接K 不得不说保温杯选手只是摔跤 随后他拉起马东西的衣领 他找你们借了多少钱 然后周在京二话不说地 把钱转了过去 钱会给你们 从现在开始别再碰他 随后他找到了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金谈 一把将他扛起 走吧体检去了 金谈没有想到自己刚摆脱混混 又掉入了新的虎口 周在京不仅成为了自己的债主 而且两人还要住在一起 上集说到周在京不仅 将混混们打得屁滚尿流 还帮老婆还清了债务 随后在京还不忘带老婆去体检 可医院的体检部门早已下班 见到周旋手手上的伤 金谈开始慌乱起来 周旋手有没有哪里受伤 看见他这副模样 周在京表示很猛 自己怎么可能会受伤 一个挨打的人居然来关心自己 而且他现在十分烦躁 这次没有赶上体检 下次还要再来 金谈也很自责 但是他更担心的是 周在京被那些人投诉 如果他因为自己而受到处罚 导致运动生涯断送的话 自己可能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而周旋手根本不带怕的 他们要是去起诉的话 我会让他们更头疼呢 而且自己还为此付出了 适当的价钱 金谈一脸一过 你给他们多少钱 和你欠他们的一样多 文言金谈十分震惊 这不就意味着周旋经 当他还清了债务 并且成为了自己的新债主 金谈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他替自己还 一说到这个周旋经 就气不打一处来 那种数量的金额 你觉得你能一两天就还清吗 因为这件事都妨碍到我了 你就当是预制工资吧 可金谈还是觉得 这是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周旋经替自己解决 而且现在自己相当于 是换了一个新的债人 周旋经听了他的话 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那你就再去找他们好了 说着便要带他回去 金谈揪住他的袖子 周旋手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我一定会尽快还清你的钱的 听到满意回答的周旋手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 他将手搭在金谈瘦弱的肩上 你应该知道用什么还吧 可别再自尊心作祟了 你现在可是我花大价钱买的 随后他便转身大步离去 金谈本以为只要还清了债务 人生就会好起来 但现在依旧是一团乱麻 两人坐上了周旋经的超豪华跑车 金谈本想要回家收拾屋子 但在京觉得那个小坡屋 反正都在拆了 还回去收拾干嘛 之后就先住自己家 金谈文言呆愣在原地 还没来得及打动 可谁知下一秒周旋经 却冷不丁地补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有机会住过顶层公寓啊 看这小表情就知道 我们的金谈小可爱 此刻内心肯定很无语 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金谈才确定这不是梦 这里真的是周旋经的家 他穿上借来的衣服下楼寻找周旋经 正在吃早餐的 在京叫他过去 刚住进来的金谈明显有些拘谨 周旋经让他坐下 并且告诉他以后的物理治疗 和状态管理都可以在家坐 毕竟在家的话里 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金谈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周旋经又说道 家里的东西他都可以随便用 但是千万别想着偷 偷别人东西的人最讨人厌了 金谈却疑惑他为什么帮自己还债 还给自己提供住处 傲娇在京怎么可能会承认 自己对老婆的关心 难不成你以为 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帮你的吗 你可不要想多了 我只不过需要你帮我解除魔咒而已 金谈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真的是想多了 自己会尽快还钱 然后搬出去的 交代清楚的周旋手 拿上背包就准备出去 看着他高大的背影 金谈突然有些恍惚 本以为他改变了一些 现在看来都是自己的错觉 本来已经准备离去的人 现在却转身大步朝金谈走来 金谈本以为他落下了什么东西 可他竟然是因为还没有吃早餐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金谈本 想让他等一下 可周在京却用行动告诉了他 自己将他留在身边的原因 咱就是说什么时候 才能等到周旋手的打脸现场 金谈在洗浴室做前期准备 却被刚回家的周旋手撞得正着 金谈已经和周在京一起生活十天了 除了搬进来的第一天 两人一起吃了早餐 之后的日子都是他一个人 周旋手为了迎接之后的比赛 常常夜间都在训练 很多时候在家都碰不到面 金谈垂下脑袋 距离上次两人一起玩碰碰车 已经过去了十天 这感觉怎么比自己一个人 待在那个小房子里还孤单呢 而且他从来没有使用过 这么好的设施 随意使用的话还真的而有些负担 而且预付工资都领完了 他现在要想办法存点钱 奶奶还在医院呢 而且现在自己像是每天在家 等着周旋手的工具人一样 下一秒周旋手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让金谈在家先开坎田地 自己马上就要回来了 文言金谈先是一愣 随后感慨着也太突然了吧 自己这是要为之后的喝热水 提前做好准备 不过好在周旋手提前告诉自己 金谈靠在玻璃窗前 果然还是逃不掉了 趁着周旋手还没回来 金谈先是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就开始自顾自的准备起来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很不错嘛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了周旋经的声音 周旋经挑了挑眉 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金谈文言吓得一跳 下一秒钟在金谈将他拽到了洗漱台 直接给金谈来了一出对镜直播教训 金谈直接紧逼双眼 他多希望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 可墙上的时音中已经指向凌晨 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没那么快结束的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是奶奶医院打来的 怎么会在凌晨打电话过来 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猜想 难道是奶奶出事了吗 他下意识地赶紧伸手去拿手机 然而却被周旋手出手制止 他苦苦哀求让他接电话 可换来的却是周在金冰冷地回答 不行疯了吗 我的教学还没结束呢 这集周在金直接偷偷上大分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体贴 两人这是要开启甜甜的恋爱节奏 上集说到两人正准备决战到天亮时 奶奶医院就打来了电话 周在金却不想让他离开 惊叹哽咽地哭了起来 难道这笔人命还要重要吗 我得走了 说完便火急火燎地向医院赶去 好在奶奶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下来 医生解释到凌晨两点的时候 奶奶突然呼吸困难 所以才联系自己 惊叹鞠躬向医生道了血 他很庆幸奶奶没有出事 下一秒便体力不支地瘫坐在地 看着无比虚弱的奶奶 他忍不住抽气起来 一想到奶奶刚刚可能出事 自己却还沉溺于快乐中 他就自责不已 自己应该照顾好奶奶的 清晨他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昨晚出门太着急 他连外套都没有穿 现在只感觉浑身酸痛奶奶 拖着疲倦的身体 他终于回到了周在金家 简单地和周选手说了句话 便摇摇晃晃地转身离去 他现在只感觉头晕脑上 好像是发烧了 随后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早起沉练的周在金越想越气 最近他可真是随心所欲 任性妄为 而另一边的金坛梦到了小时候 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场景 奶奶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他再也不想一个人了 眼泪划过脸颊 金坛也从睡梦中惊醒 他感觉自己睡了好久 刚拿起手机想要看看几点了 却发现医院打来的未接电话 金坛吓得瞬间瞳孔放大 他匆忙地起身就跑 难道是奶奶的病情又恶化了 可当他打开门后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当场顿住 周在金居然在里面 而且还和奶奶聊得有说有笑 金坛呆愣在原地几秒钟后 才开口说道 周 周选手 你怎么在这里 奶奶叫他过去 一段时间没见我们小金都瘦了 奶奶没事不用担心 金坛还没有搞清楚 周在金为什么到这里来 奶奶便又开口夸起周选手了 我们小金钥匙也可以这么结实就好了 陪我这个老婆的说话 一定累坏了吧 周在金也收起了以往的傲娇 很认真地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 只剩我们的担保一连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当时金坛睡晕了过去 没有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周在金不仅帮他接通电话 还代替自己来医院看望奶奶 听着护士小姐姐的解释 金坛瞬间脸颊红 小金这是又一次心动了吗 小金老师亲自下厨给周选手做早餐 甜甜的恋爱正式开始 上集说到周在金代替金坛来医院看望奶奶 这让小金很是诧异 他不明白周选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于是想和他单独谈一谈 奶奶听说周在金要走十分不舍 他握紧了周在金的手 慈祥地对他道谢 金坛小心翼翼地询问周在金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准备比赛吗 周选手表示自己只是训练前顺便过来一下 随后他更是反问道 怎么我不可以来吗 你睡得那么死也不接电话 只能我替你来吗 整天把奶奶挂在嘴边 我总要确定一下你是不在撒谎 金坛微微垂下眼眸 你其实不需要因为我跑来这里的 周在金有些不悦 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奶奶才来 金坛为慌忙地为昨晚打断她的行为道歉 周在金立马变得凶狠起来 以后要是在中途打断我的兴致 我绝不会饶了你 金坛迟疑了一秒 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随后他再次鞠躬 感谢周选手这次过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奶奶这么高兴了 小金这是要陷进去的节奏 周在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随后双手插多的肿头离去 还叮嘱金坛晚上训练前过去上班 刚到病房奶奶便询问 在金选手是不是走了 然后便开始夸赞起来周选手为人稳重 金坛很疑惑奶奶和周在金聊了些什么 奶奶表示周在金很擅长倾听 说话也很好听 真是一个善良又热心肠的青年 金坛一脸问好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大魔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会说出善良这种话 地旁的护士姐姐也开始夸赞起来 说他长得那么帅就应该去当演员 金坛心想奶奶开心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重要 然后金坛在护士姐姐的口中 得知了周在金为奶奶付了好几个月的医药费 他先是一愣 随后又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心跳也随之加速 他不明白周在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自己只是帮他理聊 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关心自己 还为自己击退那些要债的人 就算他有钱也不至于做到这个份上吧 他握紧拳头 自己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随后哽咽地哭了起来 这样一来不管他再怎样欺负自己 都只能感谢他 毕竟他这样帮助过自己 一日清晨 周在金刚晨亮回来 便嗅到了一丝香气 他疑惑地看向厨房 只见小金正在监鱼 你在干嘛 周选手你回来了 我在做早餐 冰箱里面有很多食材 看你每次都很忙 所以早餐吃得简单 感觉应该让你早餐吃饱些 周在金不月 多事 我的饮食都是营养师在管理好吗 一大早都是鱼腥味 你不用做这种事 可是下一秒他便顿住了 桌上全是热气腾腾的早餐 金潭被吓坏了 就今天尝尝看不行吗 不好吃的话 我就每天按照你之前的准备 而此时的周在金盯着 桌上的早餐眼睛都直了 他立马坐下 夹了一块放入嘴中 然后便愣住了 居然这么好吃 你会做饭 金潭说是和奶奶学的 而且最近在重新学习运动医学 既然一起住 以后会帮周在金准备餐食 周在金有些不幸 你确定这些菜不是你买的吗 周选手我知道一直以来 你帮了我很多 我为你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 但是我会为了你的状态尽全力 也很感谢你帮助奶奶付助院费 我一定会管的 周在金一脸认真的听着 干嘛突然这样 你原本是不打算尽全力吗 金潭赶紧解释 是因为自己负责的是 世界上最强的格斗选手 而且一开始自己十分害怕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周在金心跳加快 随后冷喝一声 以后在我慢跑回来之前准备好 比赛之前就先按原来的吃 看着桌上一扫而光的饭菜 金潭十分欣慰 看来是符合他胃口的 自己亏欠了周在金选手太多 所以也应该付出相应的行动 得重新学习流行病学 还得查查选手训练研码队 隔天来到拳馆 金潭手中的汉堡还未入口 就看到了队员们炙热的视线 正当他准备给对方一口时 却被教练指住 要是你们无法通过测试 就把你们直接扔出体育馆 看着队员们艰难地咀嚼着鸡胸肉 金潭却觉得手里的汉堡 还不如解制餐好吃 这时土豆见周在金没有吃饭 便询问到他最近早餐都吃些什么 周在金直接表示 最近都是吃惊老师做的饭 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沸腾 老师一大早就去找在金哥了吗 还没等金潭回答 周在金便表示 最近金潭和他一起住 此话一出金潭瞬间脸颊通红 教练也询问是不是真的 金潭只好红着脸承认 运动员们听完顿时羡慕起来 毕竟周在金家真的很豪华 还有游泳池 只有土豆愣在原地 在金哥不是从来不会邀请别人去家里吗 随后看见两人的神情 他不觉皱起了眉口 两个人现在住一起 无敌战神朱在金占有预报棚 前一秒还在训练后一秒 就立马拽住小金老师 直奔洗浴室内 这波操作直接把小土豆都给干猛了 话阶上级 原来土豆竟是周在金的超级迷地 每天的日常就是看周在金的各种格斗视频 为了成为和周在金一样的世界型综合格斗选手 土豆怀着梦想来到首尔 然而事实却是他因为实力不足 连国内赛都没有机会参加 只能留在体育馆做一名打杂的业余选手 今天队员们再次出战 空荡荡的体育馆只留下了金坦和他 他瞥了一眼旁边的金坦 今天在金哥不过来吗 周选手有其他行程 结束后会马上回来 看着金坦队在金哥的行程了如指掌 土豆莫名地很在意 大约一个小时后 周在金果然来到了体育馆 土豆激动地只剩下了心跳声 就在他以为终于可以和偶像一起单独训练时 金坦地出现让他当场实话 看着两人亲近的模样 土豆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 他从来没有见过在金哥和体育馆的人这么要好过 真羡慕他能和在金哥住一起 说着他的脑海中变不自觉地浮现出 和周在金一起生活的画面 周在金很快便开始了训练 不得不说真的很帅 他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 对不起在金哥 我可以和你一起对练吗 我现在长进了不少 可周在金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 土豆想知道拒绝自己的原因 你连基本的姿势都没有练好 不要妨碍我 不得不说周在金也是傲娇识纯了 自己每天都在训练 竟然连基本都没有掌握吗 被拒绝的土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黑气 金坦探出头来便发现了不对劲 润九选手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和我说 可润九却不愿地看向金坦 老是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去比赛现场 我也想去 但是周选手不允许 什么还要在金哥允许 金要做到这个份上吗 难道他和在金哥有着特别的关心 下一秒他又松了一口气 怎么可能 他们都是男人 看见金坦和土豆有说有笑 周在金一脸黑线地走来 直接一把拽住金坦就往洗浴室走去 土豆也被这粗鲁的行为吓了一天 看来在金哥是去接受治疗了 自己也要赶紧结束运动 屋内的动静很快便吸引了土豆 他会发现异常吗 周在金解锁玩法再度升级 自从上次浴室陪后 他便知道了金医生喜好 于是他当着土豆的面 直接将金坦拽进休息室 看着周选手那如鸡似渴的模样 金坦内心害怕极了 不管他怎么劝说 周在京都不愿意就此罢手 可善良的金坦还在担心 云九选手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的 我记得我已经提醒过你 不要在我训练的时候打断我 看来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看着金坦扭捏的模样 周在精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 他不再就可以了对吧 此时的土豆还在门边听着里面的动静 不料下一秒门就被打开 他吓得手舞足蹈 在金坦我只是路过这里 正在整理手套呢 可意外的是周选手不仅没有发脾气 还直接掏出了一张黑塔 你去买些咖啡吧 拿到黑塔的土豆瞬间双眼放光 这可是在金坦第一次让自己跑腿 于是他飞快地朝门口跑去 下一秒周在精便叫住了他 让他到指定的地方买 也不用太快 土豆以为是偶像关心自己 不由的一阵感动 他披上外套便以光速前进 等小土豆走后 周在精迅速回来关上门 挑了挑眉看向金坦 这下可以了吧 随后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训练 另一边的土豆也到达了指定地点 因为不知道要买什么咖啡 所以给周在精打去了电话 一开始周选手还十分生气 你自己看着买就可以了 打什么电话 可在看到金坦的模样时 他却忍不住开始兴奋起来 然后加大玛丽朝金坦比例一个虚的手势 还不忘让小土豆把所有饮品都报一遍 小土豆虽然觉得很多 但还是按照名单依次报了一遍 此时的金坦已经没有力气挣脱 他小声地祈求周在金挂断电话 可周在金却异常地兴奋起来 他将电话直接放在金坦耳旁 金医生想喝什么 周在金你别太宠老婆 对其他人就是不理不睬 对我们小金蛋就是有求必应 这样的偏爱真的很难让人不爱 在两人进行了一轮深入的学习交谈后 小土豆也拿着咖啡姗姗来吃 他刚进门便询问在金哥去哪了 此时的小金蛋还在进行账后收尾工作 土豆突如其来的声音将金坦吓了一跳 周选手正在洗澡呢 云九选手你回来了 说着他便想要起身 可下一秒便一个重心不稳向下滑落 尽管金坦解释自己只是突然腿软 可土豆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 金医生飞红的脸 还有刚才的体力不支 种种迹象都表明事情没那么简单 越想越不对劲地 他赶紧摇头阻止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这是怎么了真是太失礼了 夜里土豆来到了熟悉的门外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金坦朝他微笑 周在金是我的 小土豆吓得大叫起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第二天土豆的眼睛好似熊猫一般 就因为那个梦自己不仅没有睡好 连去兼职的时候也失误连连 他刚来到拳馆 便看到金医生在拖地 一股怒气突然涌入 金医生不仅和在金哥关系好 现在竟然还要来抢自己的工作 他一把夺走金坦手中的扫帚 这是我的职责 下次不要再做了 土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升级 很快就到了下午的训练时间 今天练习的是巴西柔术 可小土豆却没有搭档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金坦也独自一人自己领 便上前询问道 金医生在做什么呢 云九选手我就是自己随便练练 为了以后更好的治疗 最好是了解肌肉发挥的作用 您一个人练吗 可以问问其他选手 或者问问在金哥部就行了 周选手顾不上午 其他选手也很忙 文言土豆思索了片刻 这不是和自己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他提议两人可以一起练习巴西柔术 随后两人便开始了实操 再练习到裸脚时 土豆被一旁的吵闹声吸引 大家都在看周选手演示 看着能和周在金练习的选手 他满脸的羡慕 金医生和在金哥的关系那么亲近 要是换做自己的话 就会马上和在金哥学习 可在金哥连手套都不愿帮自己举 此时的金坦才知道 原来云九选手是因为自己和周选手 看起来很熟 所以很羡慕 下次让在金哥教你吧 手上的镜也不自觉地大了几分 如果在金哥能教自己就好了 丝毫没注意已经求助的金坦 众人也闻声朝这边看过来 土豆心虚地解释自己因为发了灰呆 就在此时周在金走了过来 在吵什么呢 土豆一惊 要挨训了 金坦解释到自己在学习柔术 了解肌肉发力 周在金挑了挑眉 什么 为什么你要练那个 因为我要对我负责的选手项目 具备更专业的知识 所以想要亲自学习来着 周在金没有想到竟然是为了自己 他蹲下身子 原来你想要这种体验了 那我亲自来告诉你 上来吧 只见周在金一脸欢笑地看向金坦 既然要体验 就好好地体验一下怎么样 来和我一起做拳击练习 众人文言都惊掉了下巴 哥你疯了吗 金医生会没命的 周在金戴上了他的专属拳套 你们这些家伙我是馆长 队员也在提醒金坦不要和周在金对练 可金坦却早就想要试试 正好我也想好好来一次拳击练习 就在这时土豆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在金哥为什么你一次都不帮我陪练呢 我的梦想就是和在金哥一起做拳击练习 可回应他的却是周在金冷冷的背影 土豆直接当场是坏 一场小红帽与大灰狼的世纪对决即将开始 周在金你小子有老婆是真的打 担保和周在金的比赛即将开始 主持人兴奋地介绍着 首先出场的就是颜值常年排行第一的美男 同时无数次打坏游戏听拳击击 最终进入老板黑名单的轻重量级冠军 周在金接下来是挑战者 忽然降临的超级星宿金坦 接下来比赛开始 台下的队员也纷纷为金坦加油 周在金信心十足 扬言只要金坦能在三分钟内打到自己一拳 就算他输 文言队友们唏嘘一片 说不定金医生就是隐藏高手呢 金坦仰视着他 如果我赢了呢 周在金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什么 你确定你们做到 如果你赢了那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比赛很快开始 面对实力如此强横的周选手 金坦显得有些紧张 只见周在金迅速出拳 金坦来不及躲审 下一秒便直接重重地击倒身上 金坦直接被打黑倒地 这波操作把队员们都吓得不轻 纷纷骂他是大猪蹄子 周在金不悦自己明明已经很轻了 都怪他太轻才被撂倒的 金坦摇晃着站起身来 表示自己可以继续比赛 很好这么快就放弃多么意思啊 此时金坦才发现周在金光站在那里 自己就被他的气势压倒了 周在金居高零下地看向金坦 不打了 下一秒他又是一击又勾拳 打得金坦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带着保护头盔可投还是很晕 我问你是不是打算一只光挨打 所以他们才轻视你 肆意地坐点你 金坦牙齿咬得滋滋作响 随后猛地起身反击 可周在金轻轻一个扭头就轻松躲过 接下来的招式也被一一化解 眼看金坦就快体力不支了 周在金一把将他扛起 随后将他压倒在拳击台上 你是想被我压在拳击场上打吗 这样的话你将毫无还手之力 比赛很快来到最后一分钟 金坦亮枪地起身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力气 土都无法理解 金医生为什么要死撑着 就在周在金以为结束时 金坦扑通一下一把抱住他 队员们也瞬间来了精神 扭抱反击 此时金坦只感觉自己快死了一样 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周在金一把将他拉开 瞎动什么 拿下来的鬼把戏 下一秒门嘎吱一声被推开 原来是教练买了炸机回来 周在金也朝门口看去 金坦一个机灵 抓住时机用尽最后的力气 直接往周在金脸上来了一拳 众人更是不可置信 周在金也没有想到 下一秒时间想起比赛结束 金坦也因体力不知贪坐在地 大家也开始欢呼雀跃 掉以惊心可不行啊 周在金文言整个人都猛了 金坦摘下头套 我做到了 所以你会满足我的愿望对吧 果然不就是想要我满足你的愿望 他本以为金坦会要更多的钱 可没想到金坦很认真地看向他 请您和润酒选手队练一场吧 土豆文言瞪大了双眼 金坦继续说着 这就是我的愿望 也谢谢您今天帮我做拳击练习 周在金轻叹一口气 你就这点愿望真无聊 他扭头看向土豆 下周记得提前准备好 土豆 看着金医生默默为自己付出 土豆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掉落 自己之前居然还把金医生想象成不好的人 他一把抱住金坦 金医生谢谢您 看见这一幕的周在金却很不悦 土豆下周是要被揍的节奏啊 谁能想到一向无所不能的周在金 居然是个游戏黑洞 和金丹老师相处模式简直不要太矮 金丹陪同周在金来到体检中心检查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医生以周选手太忙为由将他支走 结果将单独告知专属医生 周选手临走时还不忘警告医生 不许说些奇怪的话 金丹从医生口中得知 周选手的身体状态不太乐观 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 再加上之前肩膀关节有问题 多亏了金医生的照顾他才能坚持到现在 他可能是不想放弃到目前为止的成就 所以总之应该是忍着伤痛进行训练的 金丹突然想起上次 虽然当时周选手说了谎 但肩膀确实感到了疼痛 医生建议周在京最好不要过度训练 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金丹想不通 周选手为什么把自己逼那么紧 大概是运动员都有执着的胜负欲望 还有那个魔咒 回到训练室的金丹就立马和教练说明了情况 希望周选手能够休息一天 教练早就想让他休息了 无奈周在京是个工作狂 教练也没有办法 只好让金丹好好劝劝他 听到这个消息的周选手果然十分震惊 直接坐了起来 满脸的不耐烦 医生们可真够固执 休息也没有什么可以干的 还是训练比较好 金丹害怕周在京拒绝 随后提出休息日会和他一起度过 此话一出 周在京果然来的兴致 我很好奇丹医生会怎么过 是你让我休息的你要负责 为了陪周在京度过一个有趣的周末 金丹彻夜未眠 很快就来到了周末 周在京一看金丹的状态就知道昨晚熬夜了 所以金丹老师到底准备了什么好玩的游戏 金丹抱着箱子朝周在京走去 然而当周在京打开盒子时就猛了 你看了一晚上就决定玩棋盘游戏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还有康复伸展运动 冥想或者查到 周在京头都大了 当即决定还是玩棋盘游戏 可第一局他就直接输了 接下来的游戏不出意外了 也一连败连 这让他瞬间怀疑金丹提前看了游戏攻略 可金丹却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玩 一直连输的周在京恼怒不已 当即就拍桌子朝泳池走去 飘在水中的周在京感到放松不已 在得知了金丹不会游泳后 不会游泳的金丹害怕不已 大声呼救 把周在京直接看猛了 他一把将金丹拖起 这里的水深才1.5米 脚可以够倒 得知真相后的金丹尴尬极了 周在京更是直接笑出声来 你刚才这样是在找笑吗 无奈金丹只好坐到岸边 然而看到这一幕的周在京眼神却突然亮了 他迅速起身一脸坏笑地看着金丹 金丹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下了一条 直接金呆在原地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周在京你是懂穿搭的 难怪把我们的小金丹都迷得不要不要的 上集说到周大壮亲自教金丹游泳 可还没学会金丹变体力不知昏睡了不去 金丹刚睁开眼便已经到了晚上 自己又晕倒了吗 现在的他只感觉好累 不知道周选手在干什么 他拖着疲倦的身体下床 刚推开客厅的门 便发现周在京竟然一个人看电影 此时的周在京也发现了他 扭头朝这个方向看了过来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是真的帅 连我们的金丹都看入迷了 金丹没有想到周选手竟然还会看电影 而且还是那种老式的黑白电影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周选手旁边 这还是他们两个第一次看电影 难免觉得有些尴尬 眼睛也很适合他 意识到自己想多的金丹连忙岔开话题 原来周选手喜欢看电影 睡不着的时候会看 金丹疑惑 不困吗 这个情况有去医院看过吗 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只是因为尿解没办法吃安眠药 能激发困意的事也干了 还是放这种经典电影最有效 此时的金丹才明白 原来周选手有失眠症 所以之前才说那样的话 看来周选手的睡眠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金丹很心疼 一直以来他都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他继续询问道 这段时间睡不好觉 也没有休息时间不累吗 累很重要吗 得守住冠军的位置 太过放松只会输 不如少睡点 增加运动时间 所以金丹 我会自己看着休息 不要强迫我知道吗 金丹这才知道 周在京对胜利的执念有多强 他的实力都是努力换来的 他开始思索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帮助周选手 可周选手却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关于土豆的 金丹有些意外 显然是没有预料到他会这么问自己 因为润九选手真的很尊敬你 但是无法和你一起训练 所以很遗憾 看到他努力的样子 觉得有些心酸 周在京怒了 你还真是多管闲事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土豆 管好你自己 那要是没有土豆你会提什么要求 你肯定有真正想要做的事 我现在很闲 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说说看 金丹一开始有些迟疑 后面还是低头小声的说道 我希望下雨时我们能够打散 周选手闻言当场就不乐意了 为什么下雨一定要打散呢 淋雨不香吗 你到底在想什么 可金丹表示衣服淋湿了很难清洗 金丹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不同意 可周选手只是霸气回应他不喜欢 还说金丹和他一样 然后他便开始实操起来 下一秒他便被电影吸引过去 这个时机真是绝了 刚好播到这个画面 随后周选手便开始献血献卖起来 与此同时一位新的朋友即将出场 西西亚睡着了吗 给你约了周在京选手的私人PT 真是见鬼了那个大忙人居然还答应见我 好久没见那狗脾气的家伙了 男人玩耳一笑 一定很有趣 本以为新人物西西是奔着猪仔经去的 没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我们的金丹老师 二话不说还直接牵起了金丹的小手 见到这一幕的猪猪仔 直接化身大醋亡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今天的金丹起得格外的早 他准备先去奶奶那一躺 过了中午再去上班 可当他刷牙到一半 门突然被周在京打开 担保疑惑他为什么会来自己的卫生间 可在京选手只是十分自然地说 丹丹突然意识到不妙 连忙用手拉扯了一下衣服 周在京却十分傲娇 你扯什么 还有什么是我没看过的吗 自从游泳那次过后 丹导觉得在京选手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 自己无法像最开始那样看待他 以前只要一看到就会感觉到很害怕 而现在他不自觉的眼神 都会使自己难以冷静 害怕被察觉到的 他赶紧用水让自己冷静下 很快便到了中午 他刚来到训练室 队员便递给了他一份十分精美的便当 丹医生你知道演员崔西成吗 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位演员 他准备来这里接受在京哥的私教课程 京丹很是疑惑 在京选手还要上私教课 原本是不做的 现在只是给崔西成演员上课 他们现在就在PT室了 京丹文言便急忙赶来 此时的一号组合已经开始 崔西成刚上来便开始进攻 周在京选手却觉得他速度慢 几个回合过后 西西就已经大汗淋漓 京丹十分疑惑 在京选手为什么只给崔西成演员上私教课 经纪人解释道 两人现在是同一家经纪公司的 最近也有很多体育明星加入娱乐公司 在京是因为拍摄广告和录制节目而进入的公司 崔演员因为要拍动作戏 所以开始接受私教课 两人同岁 如果能好好相处就最好不过 可在京非常难搞 教练叹气 他的到来还能帮助体育馆的宣传 私教课很快就结束了 可西西却有些练练不舍 正练到信头上了 怎么就结束 他左手搭住周在京的肩 右手拿起手机咔嚓一声 健身结束认证照 带经眉头紧锁 可西西却一脸无辜 我们双人照肯定很有人气的 京丹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两人 长得帅的人在一起 感觉更加耀眼了 下一秒他脸又开始涨红起来 为什么自己一看到周选手的脸就会这样 西西由于刚才打得十分用力 现在手腕有些刺痛 可是他们由于行程安排 没有时间去医院看 京丹闻眼主动上前 我可以帮你看看吗 我是周选手的专属理疗师 是左手疼吗 是不是刚刚打得太用力 京丹没有注意到西西的眼神从未离开她 这样会疼吗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刚才太勉强了 所以暂时会有些疼 回家后敷点药 休息一下 很快就会好的 此时的西西已经看待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京丹 京丹 名字也很好听 我叫崔西成 初次见面 此时的丹宝觉得有些眼熟 请问你是不是出演了 周末剧冤家般的爱 我和奶奶一起观看了呢 京丹十分激动 怪不得同感觉在哪见过 我奶奶非常喜欢崔演员呢 下一秒西西一把拉起京丹的手 从来没有理疗师对我那么好过 下次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西西的助手也是十分无语 那个立线爱的家伙 居然又开始了 京丹有些负担 后退了一步 西西又接着追问她的年龄 殊不知这一幕早被周宰静收眼底 感动我 看来下次训练不能对你太过仁慈了 朱仔精在线吃醋 自从恋爱脑西西对丹宝一见钟情后 便展开了强势的进攻 就算没有私教课也都会每天来体育馆 而且每次都会带不同的礼物来 名贵的黑色皮靴 价值不菲的保健品和电子产品 还有专门为丹宝准备的咖啡车 还给京丹准备适合的衣服 这样猛烈的追求换谁不迷惑 周宰静选手你可别再傲娇了 不然媳妇就要被拱了 因为害怕丹宝拒绝 她竟然还给其他选手也买了T恤 还让丹宝不要有心理负担 连经纪人都忍不住吐槽她 这该死恋爱脑 今晚更是送了很漂亮的鲜花 来的路上觉得这花很衬你 所以就买了 西城演员送的东西越积越多了 自己也应该报答她才对 她看着眼前的鲜花 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她很感谢她的心意 但是送这么多的礼物 真的让自己很有负担 而且这些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于是她忍不住开口问道 那个西城演员 请问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 西西有些诧异 随后金丹再次开口 其实不用每天都给我送这么多礼物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能为什么呀 我只是想和丹医生变得亲近点啊 而且给喜欢的人送礼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金丹迟疑了一秒 他竟然说喜欢自己 所以还请你多多照顾我 丹医生明天见 回家后记得把花叉到花瓶里哦 一旁的土豆还被他嫌弃 长得像丑丑的黄狗 队员们却很开心 多亏了丹医生 连我们都享福了 最近伙食费都大幅减少了 只有土豆觉得他很可疑 这么一味的现殷勤 他肯定有问题 而且他的眼神里也带着些阴险 队员却觉得兮兮的眼神超亮 土豆则是很担心丹医生 金丹有些想不通 真的是他理解的那种喜欢吗 那么了不起且帅气的人 为什么偏偏会喜欢这样的自己 就在此时门突然被打开 金丹不走吗 电梯那两人一言不发 金丹抱着花有些不好意思 他察觉到了周仔精的异常 便开口问道 周选手你喜欢花吗 电梯空间小 一下子好像充满了花香呢 闻到花香心情会变好 可猪仔精却冷不丁地回了一句 我讨厌花 这让金丹十分尴尬 回到家后金丹有些懊恼 刚刚真不该说这些的 第二天一早 西西便早早地来到体育馆 准备上私教课 看到金丹的他更是两眼放光 金丹也很意外他竟然来这么早 随后他便直接上前拉住了金丹 今天也要加油 然后还让土豆也要加油 金丹感慨 他还真是充满活力 随后西西开口道 我也想请丹医生帮我做物理治疗 金丹有些诧异 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最近拍了很多动作戏 没有时间去医院 我会给丹医生很高的工资怎么样 而且我也想试试丹医生的手艺 还没等金丹说话 周在金便直接拒绝了他 他光给我一个人治疗就够忙的了 随后便看向金丹 既然来了就要去做准备工作 站在这里干什么 崔西成你最近来体育馆的次数 比我还频繁吗 看来做演员比我想象中的清闲了 我很高兴体育馆里很多人都挺欢迎你 准备好了就来PT室 金丹你也快点去干活 金丹连忙答应 还有早上你那闹钟响了 就马上给我关掉 搞得我房间都能听到 啊对不起 没想到你房间也能听到 西西独自呆愣在原地 闹钟 房间 不会把两人住在一起 随后他便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刚来到训练室 便询问周在金能否和他一起对练拳击 经纪人文言十分反对 要是拳击对练伤到了怎么办 我想确认一下目前为止学到的东西 只要下手轻一点就可以了 怎么样在金教练也觉得拳击对练有点危险 可周在金还是答应 那就试试吧 看看你这段时间学到什么程度了 很快两人便换好了装备 西西率先出拳却被周选手轻松躲过 腿不出击也被周选手顺利挡住 随后周选手直出一拳 西西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出拳生风 他不死心的一把抱住周在金 既然出拳不行 那我就用这招制服你 这也把周在金彻底惹恼了 直接给他来的一记后空摔 经纪人十分担忧地朝台上跑去西城 你没事吧 我的腰好像有点不对劲 教练也急忙上前 周在金他要扑倒你的时候 为什么阻止 快叫单医生过来 西城啊对不起 现在连动都很困难了 如果这么疼的话 应该要马上去医院才行 经纪人哥哥这下怎么办了 太疼了 明天不能拍摄了 经纪人瞬间怒了 延迟拍摄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拳击对练这种要求 怎么能随便答应啊 我们的饭碗都要被砸了 周在金也很愤怒 明明是催西成仙 还没等他说完便被教练拦下 对不起啊西城 我们会赔偿包括医疗费在内的所有损失 不是的教练 是我说要对练的 我也有错 不需要赔偿 但是我也想定期接受单医生的治疗 没问题吧医生 金单很是吃惊 而西西却很高兴 看到这一幕的周在金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所以朱仔金到底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喜欢单宝 单宝这是彻底沦陷了吗 和西西逛街满脑子都是朱仔金 这件衣服周选手穿上一定很好看吧 上集说到西西成功套路周在金 让单宝定期给他做理疗 所以在周末的今天 单宝决定去给西成治疗 出发前他和周选手打了招呼 可朱仔金却一言不发 这回估计长子都毁清了吧 见状金单有些尴尬 你今天要去运动吧 祝你一切顺利 看来周选手因为那天的事情 心情很不好啊 因为自己的失误 差点酿成大祸 幸好能通过自己帮西成治疗来解决问题 单宝暗自心想 一定要像对待周选手一样努力 下一秒西西便开着自己的白色超跑出现在他面前 单宝一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西西微笑 之前听说你和在金主一起吗 然后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快上车吧 刚上车的单宝就开始询问西成的身体状况 西西却想在治疗之前去别的地方 今天是休息日 正好想为单医生做点事呢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场 西西不停地为单宝挑东西 不一会儿单宝的手中就已经拿满了 金单叹了一口气 她这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希望不要再满了 不过说真的 这世上真的有好贵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但这些和自己都很不搭 随后她在一件西装面前停了下来 周选手穿上一定很好看吧 真的很适合她 这时西西突然出现 怎么了你喜欢这件 金单赶紧摇头 不是的 我们差不多该去治疗了 可下一秒西成却带她来到了一家高档的西餐厅 怎么能让单医生饿着肚子为我治疗呢 这里的牛排特别好吃 单医生可要多吃点 金单惶恐 西成你今天已经给我买了很多东西了 不如这顿我请客吧 一直接受你的好意 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西西插起一块牛排 你真的要附吗 这里一顿要二十万韩元呢 没关系了 我来请客 因为我想来才来的嘛 单保文言修红地低下了头 但医生你和在京共事还可以吗 金单有些吃惊 挺好的 是吗 当我听说你们住在一起时 还以为你的工作多到需要一直和他待在一起吗 金单想起了之前的事 如果那样也算工作的话 那确实是蛮多的 但也不能这么说 于是他只好说自己因为临时搬家 周选手收留了自己一段时间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京会和某一个人同居呢 所以好奇问了问 金单垂下眼眸 我只是因为周选手需要专属理疗师 还去他那工作的 住在一起的话 顺便可以管理一下他的状态 仅此而已 本原来如此 西城知道周载精的那个魔咒 可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无所谓 就在这时周载精突然打来电话 金单我现在需要治疗 你马上回来 这让金单瞬间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西西看出了他的为难 便询问发生了何事 周选手现在需要治疗 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 但是西城你也还没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才好 那你就先回去吧 我在家等你 我也不急 你坐个一两个小时 再来我这边不就可以了 我把住址发给你 西城露出了一抹坏笑 毕竟晚上更好跟温馨 猪仔精你还要不要老婆了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送的是什么 把我们小金单都差点下眉了 上集说到金单去给演员崔西城做理疗 可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是带着他各种买买买 然后两人还去吃了美味的牛排 在家等不及的周选手打来电话 金单我现在需要理疗 你马上回来 看着丹宝为难的样子 西城便知道一定是周仔精搞的鬼 于是他让丹宝回家 晚上再给自己理疗 告别了兮兮的丹宝 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 周选手抱歉我回来晚了 你今天很不舒服吗 可此时的周仔精正躺在床上悠哉地玩着手机 感觉周仔精就是故意让丹宝回来的 见他一言不说 丹宝有些紧张 他这是生气了吗 我马上帮你看看 可这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样的话应该不会结块了 辛苦了周选手 金单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那个我还没有给西城看腰 他还在等我 所以我得尽快去一趟 他刚准备走 朱仔精便叫住了他 坐我的车去吧 我送你 金内有些不可置信 真的吗 周选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在生气吗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体贴的举动呢 出门前朱仔精拿了一个蓝色的小礼盒 今天坐不同的车 担保不禁感慨他到底有几台车 刚上车的担保便注意到了那个袋子 很是好奇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时朱仔精突然开口 金单 你很感谢我送你去吧 是的 谢谢你 那你是不是应该报答我一下 随后他便将手伸进了袋子里 再到崔西成家之前把这个带上 我最近心情不好 得送你一个有趣的礼物 才能让心情好起来 朱仔精一脸坏笑 你也得照顾一下我的精神世界 但医生 看见礼物的担保直接吓得当场愣住 咱就是说朱仔精 你啥时候能送个正常的礼物呀 不要再吓我们的小金单 朱仔精你吃醋就吃醋 为何要折磨我们的小金单 咱能不能也谈得甜甜的恋爱 上集说到金单要去给崔西成治疗 朱仔精提议送他去 作为报答金单必须收下他送的礼物 原来朱仔精和崔西成早就相识 就在几个月前 他们在酒吧偶遇 嗨在精 你平时不喝酒 怎么回来这里 难道是你那伙伴又跑了吗 朱朱精明显有些不耐烦 你真的是吵死了 来这干嘛呢 嘻嘻叹气 我那个半太黏人了没意思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命定之人 朱仔精无语 每次厌倦了就换 谈什么命定之人 所以你这次又把人家踹了 崔西成则一脸无所谓 那其他人看起来更漂亮 我也没办法嘛 我看上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即使它是属于别人的 瞧瞧你这性格 你不也一样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拥有 就这样两人开始互相嫌弃 都认为对方是渣男 就在此时楼梯上传来的谈论声 崔西成一看顿时来的兴趣 哇这次的新人长得真可爱 我先走了 你就好好找找解决那个魔咒的方法 对了 周在京 等你加入经纪公司以后 我们会常见面的 周在京一开始就知道 崔西成在打金丹的主意 而且他还撞见了两人之前 在天台的谈话 崔西成根本没有受伤 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接近金丹 让丹医生给他治疗 所以才假装狠狠的样子 本以为此事无人之行 可却正好被周在京撞破 所以他决定亲自送金丹去会一会他 下班时间开始堵车了 怎么办金丹比想象中的更花时间呢 而此时的金丹浑身直哆嗦 周在京大喜 没错这就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样子 丹老师你好像发烧了 似乎感觉你有些烦躁了 此时的金丹后悔极了 刚才自己就应该坐出租车去的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他努力地想让周在京停下 可周在京反而觉得愈发有意思 无论金丹如何恳求 周在京都视而不见 这不是我送你去的回报吗 丹医生连这个都做不到吗 原本以为在坚持十分钟就能到目的地 可周在京却将车驶入了一个新的地方 他终于还是对丹保下手了 金丹没有想到事情竟会这样发展 过了120分钟后 金丹沙哑地说道 我现在真的要走了周选手 来到崔西成的别墅 已是晚上十点多 此刻的崔西成正坐在沙发上 本打算去休息 却听到了一阵门铃声 开门便看到了一脸憔悴的丹保 这么晚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对不起啊西成 我来晚了 马上给你治疗 周在京你啥时候才能开窍 你居然在丹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崔西成看解除魔咒的办法 丹保要是知道后该有多么难过 上级说到金丹一路颠簸地来到崔西成家治疗 可细心的崔西成在他进门室就发现了异常 罪魁祸首应该是周在京吧 难道那家伙谈恋爱了 最近他的行为确实很可疑 但转面一想 周在京可不是那种轻易和朋友出对象的人 所以自己应该还有机会 崔西成暗自窃喜 还好自己又来重新健身了 隔天他们就在汗蒸房偶遇 崔西成直接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你知道我喜欢丹医生吧 哦 那又怎样 周在京的反应把崔西成下了一击灵 随后他又继续追问 丹医生和他是否只有工作上的牵扯 因为一直以来在京都不喜欢和朋友发展 可最近他的反常举动让他不得不问清楚 面对崔西成的问题 周在京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崔西成问出 你不会是喜欢丹医生吧 他才开始有了反应 一把抓住崔西成的肩膀 从刚开始就一直在胡说八道 你是想找死吗 别顶着这张嘴随便乱说 崔西成甩开他的手 那我就当你没别的意思了 我会和丹老师好好发展 希望你不要妨碍我们 说完便以自己太热为由先走了 第二天拳击管理一直回荡着周在京打沙袋的声音 众人见状都不敢上前说话 只有土豆自告奋永想要去帮周在京抓沙袋 下一秒心满的沙袋已经被打破 就在此时金丹也走了进来 周选手刚才教练说 还没等担保说完周在京变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休息室 这把金丹都搞猛了 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下一秒手机铃声响起 是崔西成发来的短信 他约金丹晚上给他治疗 并且有重要的话要说 金丹回复了他好 心想这次一定要快去快回 可不能再迟到 晚上他刚准备要出发 就被周在京拦下 刚才崔西成来电话 说他突然有行程 所以叫你不要不拒 金丹有些疑惑 于是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并没有收到取消的短信 而且崔西成为什么会联系周在京而不是自己 周在京也看出了他的顾虑 于是说到信不顾我的话 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金丹只好说下次再去 再次抬眼时周在京已经走到了他身前 之前在车里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 金丹本想拒绝可又不敢 下一秒周在京给他戴上耳机 去尝试新的普雷 与此同时崔西成收到了一条短信 你要是想知道我和丹医生的关系 就来我家吧 崔西成本来不想出去的 可一听和丹医生有关 他还是决定亲自过来看看 可在进门那一刻他便傻眼了 这都是什么呀 他吓得一动不动 可就在这时周在京还拉了他一把 看清楚崔西成 我们之间不需要什么关系不关系 金丹就是我的所有物 崔西成一把甩坏他的手 急冲冲地朝门口走去 疯子周在京这个疯子 周在京解锁新的play 在金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崔西成看到了解除魔咒的办法 而且中途还自己独自离开 这让丹宝有些疑惑 隔天崔西成便在咖啡馆约见了金丹 并且告知了金丹自己撒谎了 自己并没有腰疼 因为想一直见到丹医生 所以才编了那样的谎话 以后就不用治疗 金丹虽然感觉很诧异 但万幸西西没有受伤 其实上次见到丹医生的时候 本来想告白的 但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 我肯定都会被甩罢 金丹脸红地说着对不起 原本他也打算告诉崔西成 以后不能再为他治疗了 他准备集中精力为周在京治疗 最近他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自己绝不能疏忽大意 金丹还表示崔西成送的礼物都太贵重了 自己会退还的 有心意就足够了 崔西成叹了一口气 果然事情还是会变成这样 金丹表示歉意 希望他遇到更好的人 而崔西成却小声的嘀咕 你和周在京一起太可惜了 老实说 如果丹医生对我有好感 我会努力忍着 不对你坦白治疗的事 但是因为周在京 所以不太可能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我就危险了 金丹文言不免紧张起来 周旋手怎么了吗 他打你了 你没察觉到吗 逼我看周在京对你有意思 金丹听到只觉不可置信 你没有感觉到吗 他最近的反强举动都是因为你 此时的担保时分 迷茫 离开时金丹感谢了 西成这段时间的照顾 并且告诉西成 下次来体育馆 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 自己会帮他看看 西成很高兴 还说如果周在京欺负他的话 一定要告诉他 上车后西成长舒一口气 自己这次被甩得好干脆 虽然很可惜 他和周在京在一起 但是回想起两人逛商场的时候 丹医生就一直在提周在京 所以也不是对他毫无心思 两个人都不是坦率的性格 之后会怎么样呢 不过自己千万不能告诉丹医生 自己看到的事情 周在京只是身体长大 算了他们自己会看着办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担保 还在回想西成说的话 在京选手真的喜欢自己吗 虽然明知道这不可能 但是心却控制不动的跳动起来 晚上土豆和队友们 来到一家街边烧烤店 遇到了喝迷糊的崔西成 您一个人来喝酒吗 怎么没来见丹医生 我现在不去了 我被甩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大家震惊的仿佛被雷劈了一半 丹医生也太厉害 竟然甩了一人 随后几人便一起吃吃喝喝 喝醉的西成问土豆 爱情到底是什么 自己真的没有奢望太多 但每次对方更喜欢自己 他就会马上离开 这样的我也有问题吧 我好像不合适喜欢别人 这句话像是出动了土豆 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自己似乎永远只能看着 那个人的背影 他猛的起身 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 尤其是当那个人那么帅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 要怎么阻止自己的感情 虽然自己不可能实现那份情感 可依旧会为他加油 让他幸福 因为自己喜欢他 如果那是错误的话 那自己也会一样有负担 这话把西成说得一愣一愣的 你喝醉了吗云九 突然爆发也是在丹恋吗 但是丹恋也是爱情啊 此刻的西成只觉奇怪 明明他也不是 自己喜欢的类型 但此刻竟觉得有些可爱 随后他拖起土豆的脸庞 十分认真的叫着他的名字 云九要不要到我家 吃碗拉面再走 都在经暴躁起来是真的暴躁 一言不合就开骂 这让训练室的气氛 也变得阴沉起来 就连金丹也发现了异常 周选手太敏感了 体育馆的气氛不太好了 可能就是因为 昨天那个报道吧 还好之前订购的队服到了 让大家开始活跃起来 在周在金穿上队服的时候 金丹眼睛都看直了 周选手果然穿什么都好看 这时教练也发现了 站得笔直的金丹 然后转身看了看 空空如也的盒子 这才意识到 没有金丹老师的衣服 他慌乱着说着抱歉 因为这衣服是在 丹老师来之前就订好的队服 再次定制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可丹医生早已成为队伍的一员 金丹觉得没有关系 可队员们却纷纷递上自己的队服 大家的热情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周在金也注意到了吵闹声 下一秒一件衣服朝金丹袭来 吵死了 是因为这个吗 我不需要你拿走 这强大的气场 让大家瞬间压去无声 现在你们给我捅捅闭嘴 赶紧走吧 我还要开会 随后大家纷纷离去 金丹则看着眼前的衣服发呆 他准备边打扫卫生边等周在金 金丹不敢相信周在金 真的把队服给了自己 说起来真的有好多事情要感谢他 他不仅给自己还清了债务 还付了奶奶的医疗粉 虽然有些时候还是会等到害怕 但也不全是不好的回忆 意识到自己多想的金丹赶紧打住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过 得太安逸了 既然担心起这些来 但是崔西成也这么说过 但是这又怎么样 周选手应该都不会有理由喜欢自己 他穿上那件不合身的衣服 眼底闪过一丝落寞 他很清楚自己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工具 因为那篇报道 周在金陷入了舆论的风波 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依旧有能力 周在金选择和中量级传奇冠军比赛 这意味着这一个月 不仅要面对超负荷的训练 还要减重 但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赛 比赛是在美国进行 金丹也在随行名单中 而土豆也幸运地抽中了最后一张机票 由于在金最近的状态很不好 教练特地拜托金丹照顾好周在金 金丹也能明显地感觉到 周在金变得越来越暴躁 因为害怕他脱水的金丹给他倒了热水 可却被他直接打翻 手指也被不慎割破了 可他非但不关心 下一秒就把金丹按在桌上 发泄自己 很快就到了一个月 周在金也来到了比赛现场 各大媒体看到周在金便立马蜂拥而至 不得不说周在金的颜值是真的很抗大 减重后更帅了 热气一时爽 追气火葬场 坐等周在金追气现场 上集说到周在金深陷舆风波 为证明实力选择和中量级冠军比赛 由于周在金在海外的人气非常高 所以在他到达漂亮国的那天 整个机场都陷入了瘫痪 除了训练之外 周选手还要马不停蹄地改行程 这也让金丹再次意识到 在金选手在这个领域的地位有多高 为了参加比赛 周选手每天不是在训练 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高强度的训练也让他变得十分的敏感 金丹给他的毛巾他也一把转过 没有一句谢谢 而此时的金丹却还想着要多为他做点什么 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他放松疲惫的身体 让他冷静下来 还有最重要的是在赛前帮他处理魔咒 如果自己能够帮上更多的忙就好了 大家也因为最近的赔练那摊了 金丹很羡慕土豆他们能够给周选手提供帮助 自己能为周选手做的太少了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队友提议吃点宵夜放松一下 平时在金选手在的时候都不能吃零食和拉面 金丹的肚子也在此刻咕噜咕噜起来 而另一边的周在金还在想着明天的训练 忽然一阵香味起来 下一秒门哐汤一声被打开 你们在干嘛 你们这群混蛋吵得我房间都能听到 这下的大家连忙起身 周在金走近 就因为吃这些垃圾饰品 搞得这么吵 你们以为带你们来就是为了让人蛋 这事 大家吓得纷纷道歉 金丹表示之后他们会安静的 不料周在金拿起一旁的可乐 直接朝金丹的头上临下 为了保证我的状态而来的家伙们 竟然都在玩乐 临走时他还告诫大家 如果想完整地回到泡面国 就得好好做 金丹爱上周在金 学会自我PO 上集说道 大家深夜吃宵夜被周在金发现 金丹主动道歉 却被周在金临的满脸可乐 周在金走后 两人急忙上前查看单医生情况 大家觉得这次他做得也太过分了 纷纷开始责备起来 可金丹却开始内疚起来 在金选手的睡眠本来就差 最近因为减重又变得非常敏感 现在应该会更在意吧 自己不仅没有帮上忙 反而妨碍了周选手 紧张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距离称重还有12小时 周在金必须要在12小时内减掉7公斤 金丹担心这么短的时间内减掉体重周选手会吃不消 可只有快速减肥 才能保证在比赛的前一天恢复到原来的体重 所以现阶段是减去水分 今天将是最艰难的一天 如果减不掉体重 他就不能打比赛 为了迅速减去水分 周在金不得不重复在热水中浸泡 然后把自己捂在被子里 就这样加快水分流失 减掉水分后他销瘦了好多 金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周选手 看着一直重复的周在金 金丹不禁还有些心疼 擦拭的时候都不敢看 里面是什么表情 被周在金发现的丹宝下了一激励 我就是觉得这样太可怜了 这句话也彻底惹恼了周在金 完全不听金丹的辩解 直接把金丹赶了出去 连一旁的教练也看不下去 控制他为何这样对待丹医生 金丹嘴上说 这没事 然后难过的离开 决赛前周在金以184磅顺利投过称重 现场一天沸腾 大家都很期待他和多米妮选手的比赛 刚通过称重的周在金就炫了许多美食 喝完补充剂的他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 这样下去的话很快便能恢复正常了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来人是MFC的工作人员 因为知道周在金选手这次减重 所以送来一些有助于恢复的营养补充剂 教练疑惑在金的已经喝完了 金丹想要把它还给工作人员 可教练却说经常有剩余的也会多给 让金丹喝了补充体力 在大家的热情劝说下 金丹也不好推迟 于是就咕嘟咕嘟喝了 为了明天的比赛 教练嘱咐大家今晚早点休息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 金丹突然感觉到了异常 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奇怪 好像被火焰灼烧一般 随后便瘫倒在地 金丹喝了补充剂 竟然主动找周选手球贴贴 在回去的路上 金丹就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 随后更是直接瘫倒在地 荼豆和黄毛发现后赶紧上前询问 然后将他带回了房间 他的额头烫得像火球一般 金丹感觉自己大概是感冒了 刚才有点头晕 现在躺着没什么事 两人觉得他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 担心他是不是过敏 或者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好像也没吃什么特别的 就在这时土豆想到了 那个营养补充剂 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个 金丹也觉得有可能 因为之前也有喝了补充剂而发烧的人 黄毛却陷入了沉思 蛋白质的话还有可能过敏 可刚才那个应该是补充水分的 为了以防万一 黄毛建议金丹去医疗中心检测一下 可金丹却不想麻烦大家 觉得现在躺在床上好多了 如果睡一觉起来还难受的话 再去那里 听到黄毛要和教练和周在京说的时候 金丹猛得起身 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就行 不能因为我让在京选手操心了 最重要的是明天的比赛 一定不能打扰大家休息 接着让他们两个人也赶紧去睡 两人也只好妥协 说如果晚上不舒服的话 再陪他去医疗中心 随后便一秒入睡 只剩下金丹一个人辗转难眠 而且情况似乎比刚才更加糟糕了 好像从头到脚都能感觉到心跳一样 难道补充剂还有这样的副作用 实在不舒服 这金丹只好来到卫生间 本以为这样就能睡个好觉 可是分钟后情况比之前更糟糕 金丹本想再去一次卫生间 可土豆突然起身 原来他是要去卫生间上厕所 这可把金丹吓坏了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周在京的信息 让他十一点钟过去 可是现在才九点过 此时的在京还在房间想着明天的比赛 脑海中还在复盘对手的惯用招式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暴脾气说来就来 本想着把来人刀了 可谁诚想一开门金丹便扑了上来 周在京都傻眼了 现在也没到十一点了 他正想大发脾气 可却发现今天的金丹似乎有些不一样 在补充剂的作用下 金丹成功拿下周在京 周在京打开房门就被金丹扑倒 周选手看他这么样觉得他真的疯了 平时都是一副讨厌害怕的样子 今日居然莫名的撒起娇来 真是太无语了 他轻笑一声 心里暗爽 我要是拒绝呢 我现在还不想工作 看金丹一脸疑惑 在京内心狂喜 如果你真的想那就十一点来吧 不是让你十一点来吗 金丹不明白早点开始工作不可以吗 可周在京却以自己心情不好拒绝了金丹的请求 金丹一听立马极了 眼泪一颗颗往下掉 自己也不想打扰周选手的 只是现在不工作自己真的很难受 看金丹如此有诚意 在京决定大发慈悲帮帮他 前提就是看他的表现如何来决定 于是金丹就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 对于金丹的一反常态 周在京觉得十分有趣 询问他今天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可金丹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想让他立马进入工作状态 周在京听完后直接笑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金丹这样 于是他答应了金丹的要求 金丹也是如愿以偿地做了回自己 工作途中金丹想要透个气 在京也不允许 连上个卫生间也不行 此刻的在京选手只想认真工作 金丹也没想到这次工作会那么不同 一个没忍住就往周在京选手脸上来了的草莓 这波涛作把在京都干猛了 刚想要开口大骂 结果金丹竟突如其来 可表白了 可周在京却以为他在说胡话 下一秒金丹只觉眼前一阵眩晕 完全忘记了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现在就只想要和在京选手继续工作 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周在京霸气护气 一句他是我的人 成功俘获我们小金丹的心 在连续工作了一晚之后 第二天一早他便来到浴室洗了个枣 还不忘喷上自己喜欢的香水 在喝完牛奶后 便早早地出门了 看着金丹熟睡的模样 周在京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不知过了多久 金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房间 好像昨天来过 但是记不太清了 再看到时间那一刻 他立马慌了 11点就到比赛时间了 此刻的他也顾不上自己的腰疼 穿上衣服就往比赛现场跑 赛场这边一切已准备就绪 金丹一路小跑才赶到 周选手正在为上台做准备 金丹找到土豆 表示自己迟到了非常抱歉 土豆安慰他没事 比赛才刚开始 而且在金哥的状态很好 听说您昨天在在金哥房间休息 他特意让我们不要叫醒您 让您多休息一会 金丹文言明显有些慌乱 说自己现在已经没事了 文言土豆立马转身 投入了那喊诸威的行李 可金丹却还是担心周选手的奸商 看上去好多了 自己真是个傻子 竟然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睡那么久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 波米尼选手上来就使出了自己的大招 直接攻击周在京 周在京先是防守 随后便开始反击 大家十分期待他们的对决 波米尼选手是MFC的顶级选手 周在京选手虽然也是MFC轻重量级王者 可最近传闻他有伤在身 通过今天这场比赛就能证明 周在京选手是否依旧有实力 所以这场比赛可谓是地域级别的比赛 波米尼选手一记肘击拳击中周在京 随后又是一记下勾拳 周选手依旧没有倒下 因为周选手遭受了肘部攻击 眼睛被撕裂了 流了大量的血 这样很容易妨碍视野 稍有不慎便会被KO之夜把金丹吓坏了 下一个回合一开始 周在京选手便开始肆意地挥动拳头 多米尼选手似乎也注意到了他的肩伤 集中火力地攻击周在京选手的左肩 周在京选手只好防守 然后抓住时机 迅速反击 直接把多米尼选手打倒在地 比赛结束 周在京取得了胜利 他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他一向都是快速结束比赛 但这是比赛进行道路第四轮 多米尼选手上前表示祝贺 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土豆直接被在京哥帅扑了 京丹悬着的心此刻也突然放下来 周在京霸气护漆 一句他是我的人 成功俘获我们小京丹的心 比赛结束后京丹就被人带走了 回去的路上 教练夸赞周在京做得好 居然赢了多米尼选手 周在京只觉得这场比赛很痛快 教练询问他的肩膀如何 周在京表示已经没事了 就在这时土豆向教练报告 单医生被保安带走 教练觉得应该是去接受补充剂事件的调查 而此时的京丹正在被盘问 据我们所知 您昨天引用了营养补充剂 该补充剂并非由我们MCT工 而是外人所为 而且其中还加入了维京药品 目的是为了让选手接受检查被淘汰 我们将补充剂交由检测部门进行成分检测 还将检测您的血液 以确定您对药物的反应 您昨天真的只喝了那瓶补充剂吗 您具体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您知道那个给你提供补充剂的人的相貌吗 您大概几点收到的补充剂 面对大家的一直追问 金丹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请求给他找一个英文翻译过来 可对方却不耐烦地敲起桌子来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MFC绝对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 目前您是唯一一个目击到嫌疑犯的人 这是一个保镖大叔询问工作人员 金丹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周在京选手的工作人员组 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是第一次 随后他便对金丹凶狠起来 这该不会是你自导自演吧 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金丹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赶忙咬手 不是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就这样金丹被怀疑了 此刻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有自己不回答错 才不会影响到周选手 他们这么咄咄逼人 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门哐汤一声突然被打开 为金丹 金丹很吃惊 没想到周选手竟会过来找自己 一旁的保安犬状气势弱了三分 昨天有人企图陷害在京选手 看金丹被欺负 周在京怒了 MFC的保安队到底在干什么呀 你们不仅没保护好选手 连个翻译都没有准备 还要欺负无辜的人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要是我喝了那瓶不充劲 今天的比赛就应该被取消 保安队连连道歉 周在京就这样带走了金丹 刚到门口 保安队又让等一下 他们需要调查金丹和他的关系 他是我的人 金丹此刻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明显是没有想到周在京会这样回答 回去的路上金丹一言不发地 跟在周在京的身后 还是周在京率先开口 怪不得你昨天做的事一点都不像你 原来是因为吃药的缘故吗 对不起周选手 对了你的肩膀还好吗 记者们看到周选手纷纷前来拍照 周在京选手请您接受采访 您对多米尼选手采用了什么战术呢 请您谈一下胜利后的感受 看着眼前的周在京 金丹想起了刚才 其他的话他都没怎么听懂 但却听懂了一句 他是我的人 我的人 原来对周选手来说 自己已经达到那个位置了呀 明明自己从来没有抱有过一丝期待 金丹羞红了脸 或许自己现在该承认了 对面前这个闪耀的奶 现在真的没有一点抵抗力 金丹终于恋爱了 勇敢直面自己的心意 话说恋爱中的丹宝也太帅了吧 上集说到周在京成功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即使是受伤也无法阻止他获取成功 他的比赛出场费也因此翻了一番 体育馆的众人都很高兴 同时也享受着他带来的荣耀 看着周在京成功赢得比赛 金丹打心里高兴 隔天他便来到医院看望奶奶 还送了奶奶一条极为昂贵的丝巾 奶奶很是喜欢 但又怕他花太多钱 金丹安慰他没事 不是很贵 一旁的护工也收到了纪念品 十分的感谢他 金丹觉得他每天都照顾奶奶 应该自己感谢他才是 奶奶好奇漂亮果怎么样 那里好吗 金丹想下次也带奶奶一起去看看 真的很酷 听到奶奶也看到了比赛 金丹有些吃惊 询问是在哪里看的 原来奶奶是害怕错过金丹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 所以就和大家一起观看了比赛 多亏了再进选手 我们丹也能去美国 奶奶非常感谢他 奶奶还嘱咐金丹 得到多少就一定要付出多少 要尽力为周选手做好一切 金丹让奶奶放心自己会的 由于奶奶待会还有检查 金丹来到了医院楼下 阳光耀眼的和周在京一样 脑海中也是不断闪顾他的画面 有比赛胜利时的 有维护他了 好像他已经挥之不缺了 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周选手了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喜欢上像他那样 怪皮又可怕的人呢 但是 那天他说的那句话 或许是自己一直在否认自己的心意 现在终于察觉 而且感情似乎开始泛滥肆意 这段时间脑海里 一直都是周选手的身影 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啊 像炙热的阳光一样 无处不在 关于那瓶补充记的事情 周在京可是记得很清楚了 看清自己心意的金丹 早早地就起来为周在京准备了早餐 担保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周选手的时候 那时的自己对他只有害怕 但现在却越看他越觉得帅气 下一秒周在京发现了金丹一直偷瞄他 询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 被发现的金丹吓了一跳 只好转移话题 询问周在京关于补充记事件的最新进展 周在京说目前还在调查中 只有成分检测报告出来 其中添加了兴奋剂 凶手还没有抓住 他们推测可能是黑粉之类干的 金丹感慨原来如此 周在京十分傲娇 如果自己喝了那个 那么比赛就会马上被取消 那家伙要是落到他手中 他定要把对方四分五裂 文言金丹害怕极了 说到幸好那个被自己喝了 说完这句话周在京便拧头看向他 你真的不记得那时候的事 试得记不太清了 我去了周选手房间后了 应该没什么失误吧 周在京坏笑一声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失误 随后周在京便说自己吃好了 也不管着急追问的金丹 距离周在京的生日还有三周 体育馆已经收到了大大小小的礼物 看着眼前的这些礼物金丹愣住 都是送给周选手的生日礼物吗 教练表示这些都是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送来 金丹虽然知道周选手受欢迎 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祝贺 他教练说这些不仅是国内的粉丝 还有海外的 每年都劝大家不要送 但还是收到这么多 于是让金丹帮忙一起搬一下 所以每年他生日期间 体育馆的众人总是很兴奋 其他人也能得到朝供 金丹想收到这么多的礼物 在京选手肯定会很高兴吧 可教练却说因为要拍照认证 所以他本人很讨厌 看着这堆寄如山的礼物 周在京就很头疼 都说了不要送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他询问教练生日礼物捐赠进展如何 教练表示已经在进行了 而且粉丝也一同参与了 古斗文言不禁大叫起来 在京跟你太帅了 一旁的金丹看了虚久 然后转身就走 在京选手的生日 自己也想要送礼物给他 教练询问周在京状态如何 那么快参加比赛 续部需要先休息一段时间 可周在京却觉得没有关系 随后便开始对练起来 他的左肩明显有些不舒服 金丹也看出了端倪 随后他上前叫停了比赛 带着周在京来到了治疗室 金丹才轻轻抬起肩膀 他便感觉一阵剧痛 他让金丹放开 金丹刚想告诉他 左肩似乎比之前更加严重 可话还没说完便被他把断 打拳的时候根本没问题 周在京知道是在之前那场比赛中 受了一定程度的伤 金丹想要周在京和自己 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周在京不想去 之前比赛结束后 已经去体检过了 可金丹却觉得这样会影响比赛 而且他现在需要长期治疗 可周在京却不耐烦了 体检的时候不是说过没事的吗 比赛就快到了 难道你要我取消比赛 别再没完没了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最清楚 所以少废话 快缠绷带吧 可金丹却十分担心他 这样下去真的没事吗 金丹真的爱惨了周在京 为了给周选手买生日礼物 白天要努力工作 晚上还要兼职跑外卖 上集说到在京虽然比赛胜利 可肩伤却越来越严重 金丹翻看着周在京之前的检查记录 发现周在京的肩膀伤势比以前更明显了 目前的情况很糟糕 现在不仅是肩膀 就连其他地方的状态也不好 肯定很疼 要是能长期休假 或定期接受治疗就好了 但会想起在京选手之前的态度 这恐怕是不太可能了 金丹叹了一口气 只能尽力地去管理 不要让其他的地方再受伤了 自己还能再做点什么呢 看着手机上的日期 金丹想起马上就是在京选手的生日了 如果给他准备礼物的话 他会不会更有干劲呢 送点什么礼物好了 得快点做决定了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单方面的被帮助 一定要借这次机会送点好了 于是回到家的金丹便开始四处查看 周选手还需要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用完或者坏掉的 可看了一圈下来都没有什么发现 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又贵又好 只有自己是破破烂烂的 终于他找到了一条磨损的车钥匙扣 金丹决定就买一条一模一样的送给周在京 按选手的身份的话 应该找个名牌买给他 金丹拿起手机拍照搜索 本以为这个钥匙扣这么小 金丹要不了多少钱 可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 没想到这个老花车钥匙竟然要 七十万韩元 可自己的钱都给奶奶买礼物了 现在想想自己还是预知状态 还没有工资 也没有其他地方需要花钱 也没有住宿费 一直以来也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没想到突然需要这么多钱 早知道就找点副业做了 这让金丹灵机一动 找个副业做就好了 现在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金丹在手机上查找 最终决定送外卖 而且还是下班后凌晨跑外卖 一想到收到礼物周选手会开心 金丹就充满干净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都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金丹送外卖偶遇周在京前任海藻哥 为了给周在京准备生日礼物 金丹决定晚上偷偷兼职跑外卖 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城市中穿梭 虽然很辛苦 但是收入还算可观 这样的话在生日之前应该能攒够钱 教练说在京选手的肩膀状态很难参加比赛 只有最大程度的让他不要使用 比起训练和比赛 他需要的是休息 可他自己不肯 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得手术了 可偏偏现在国内这方面最好的医院在打官司 超跑车内 金丹询问周选手是又要训练吗 金丹想要他多休息一下 刚刚老师也说过不能再过多的运动了 可周在精一拳砸在车上 你能替我参加比赛吗 要是不能就给我毕举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金丹只好不再劝说 可还是担心他的伤势 今晚金丹还是和往常一样送外卖 为了买超出能力范围的东西真是自讨苦吃 现在更能体会选手的心 身为运动选手 有着高收入和名声 但是却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现在已经是未免冠军好多届了 选手的负担该有多大呀 自己这点辛苦和他比起来什么都不算 金丹默默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可出来拿外卖的人却让他感觉很眼俗 是之前在周选手家里的那个 海藻男见他也觉得之前在哪见过 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 你是那个时候在周在精选手家里 但世界可真小啊给您 本来还想问你是不是还和周在精交往呢 看来不是啊 都跑起外卖了 金丹有些无语 这好像也不关他的事吧 可海藻男友继续嘲讽起来 看来周在精不给你钱花呀 我那天挨揍以后还挣了几百呢 你没钱吗 金丹有些疑惑 他继续说道 周在精真的很棒 可惜人品不好 是个疯子 金丹生气了 请不要这么说选手 这里是零钱 男人一把将钱抢过 我最后给你一个忠告 你的结局也会和文了 不要傻傻地期待周在精能给你什么 所有的伙伴结局都是一样的 都只是他的道具 等他玩腻了就会被抛弃 你也不例外 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完就扔 金丹吓得说不出话来 看担保这表情是相信海藻男的话了 接下来又要虐了吗 周在精你终于出去了 醉酒后霸气宣示主权 上集说到金丹偶遇海藻哥 男人的话不停地在耳旁响起 难道自己真的是他的玩具 用完就会被抛弃吗 咔嚓一声 金丹一个重心不稳 便跌倒在地 连裤子都被划破 他很想说服自己 不会被周在精抛弃 可他也明白那是不可能的 海藻哥不就是个例子吗 第二天早上他给周在精里聊 可按压产生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周在精的肩上 也一不小心染上颜色 导致的 他连忙道歉 然后帮周在精清理印记 可到了饭点却迟迟不见丹医生 周在精在大家口中得知 金丹最近都不吃晚饭 每次见他都在睡觉 这也让周在精产生了疑惑 周在精生日的前一天 金丹买的礼物终于如期而至 虽然知道周选手已经收到了很多礼物 但金丹还是想要亲自送给他 礼盒中还有兴致 金丹决定写点什么上去 可他还没写完 就被周在精突如其来的叫声打断 魏金丹 你不上班吗 快点出来 这可把金丹吓了一跳 急忙把贺卡藏起 两人刚来到拳馆 李花彩带便音声响起 在金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明天哥应该会很忙 所以提前给你个惊喜 随后大家更是热情地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可在精似乎没有感到高兴 你们干什么呢 强大的气场把大家吓了 愣在原地 还是教练过来解围 在金啊别紧张了 今天就好好享受吧 这还是大家为你准备的生日 你就别生气了 周在金很不屑地擦了一下脸颊的奶油 随后拿起一颗草莓塞到嘴里 你们快点吃 然后准备训练 周在金醉酒高调秀恩爱 甜甜的剧情终于开始了 上集说到大家给周在金过生日 晚上大家来到熟悉的烤肉店聚餐 大家都高兴地举杯庆祝 可周在金却很忙 因为人气太高 所以有很多粉丝找他合照 教练莫名叹了一口气 他觉得在金把比赛定下来太快了 他告诉金丹周在金 勉强减重以后 与多米米比赛 之后马上就定下了下次比赛日程 虽然是他自己要比的 但是教练觉得很苛刻 金丹疑惑是不是因为负伤 教练说有这方面原因 除了这个 周在金已经在MFC达到了最高出场费 在金上升得太快了 这样下去迟早会受重伤 虽然不管什么样的选手 总有一天会被击败 可教练担心他太过成胜追击 反而会有些害怕 金丹觉得也有那种可能 他也担心周在金 因为他讨厌输 所以好像有些太勉强自己 说到这教练就激动起来 每次叫他考虑自己的身体 他都不听 这也是为他着想 不过在金好像和老师很合的来 他的竞技水平 确实在丹老师来了以后 提高了很多 我们都非常感谢丹老师 在金那小子也是 肯定也很感谢老师的 虽然他不怎么会表达 金丹文言有些害羞 表示自己要更加努力 随后教练给金丹 倒了一杯烧酒 金丹害怕自己喝多 然后就往水杯里倒了一些 二十分钟后周在金回来坐下 这么快就吃光 老妈 给我烤点熟的 随后他便将桌上的水杯 拿起一饮而尽 喝完后他就炸毛了 怎么回事 谁在水杯里倒了烧酒 是想找死吗 金丹下的惊慌失措 是我的杯子 随后他给周在金 递了一杯水 吃完后队员约金丹继续去玩 一旁的周在金醋坛子 当即就打翻了 他走过来将手搭在金丹肩上 你们快滚吧 丹老师现在要跟我回家了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金哥竟然在照顾人 这句话也把我们的金丹 搞得心脏砰砰乱跳 他扭头看向周在金 选手这是醉了吗 看起来完全不像啊 下一秒周在金便瘫在他的身上 我醉了 你带路吧 金丹这才意识到 在金选手是真的醉 醉酒后的在金和金丹 简直不要太甜 我宣布周在金这集上大分 这甜蜜的互动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上集说到金丹送醉酒后的周 在金回家 一路上周在京都在骂骂咧咧 是哪个家伙让自己喝酒的 但他好晕 金丹连声道歉 是自己 刚到家的两人便忙得手忙脚乱 本以为周在金会难为担保 可喝醉后的他却和平时判若两人 金丹让他换睡衣 他便乖乖照做 并且还想要帮担保也一起换了 这是金丹平时从未见过的模样 喝醉后的周选手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金丹鼓起勇气 觉得这是一个了解选手的好机会 结果金丹发现了周在金的软肋竟然是耳朵 意外的是他竟然没发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选手这样 那么强势的人 竟然因为酒力太弱而松懈了 就像是高傲的猫咪一样 真是太可爱了 金丹忍不住笑了出来 随后周在金店觉得头晕 趁着酒精对金丹说 你最近怎么这么碍眼 总是让我感到很烦躁 让我很在意 金丹瞪大了双眼 这是自己想的那样吗 金丹好想让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 周选手是这样的温暖 之前自己竟然都不知道 他的一颇一笑都让自己喜欢到忘乎乎 周在金路摔金丹送的生日礼物 担保的一片心意 就这么被他狠狠地砸在地上 一同被砸得还有金丹的心 上集说到金丹送醉酒后的周在金回家 回家后两人便开始交流心得 第二天一早 周在金便被阳光照醒 他刚睁开眼 就发现身后有一个人 想起昨天晚上的种种 周在金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起床来到冰箱面前翻找的什么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所以说昨天就不能喝酒的 突然门铃响起 来人是快递小哥 在看到如此多的快递后 周在金直接顿住 此时的金丹也黄黄醒来 回想着昨晚 担保害羞地在被子上蹭来蹭去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那么温暖 随后手机铃声响起 金丹拿起手机一看 终于到周选手的生日了 至少今天自己要第一个送他礼物 可他起床看到这满满一墙的礼物 就愣在了原地 这些礼物比上次的还要多很多 周选手看样子你的状态不太好 我去给你做一碗醒酒汤吧 周在金捂着额头 体育馆把礼物都寄到家里了 这些昂贵的东西都没用 金丹有些别扭 那自己的礼物岂不是白准备了 可想起周选手这段时间的照顾 金丹决定鼓起勇气 找准时机送出去 他准备先给周选手做醒酒汤 看着金丹脖子上 像蚊虫叮咬的红顶 周在金瞬间上头 他小声的嘟吶 自己真是神志不清啊 喝完金丹做的醒酒 汤 周在金还是觉得头疼 担保准备待会去买点 缓解头疼的药 他觉得现在就是送礼物的机会 金丹攥紧了身后的礼物袋 随后鼓起勇气拿了出来 周选手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周选手转头看向他 金丹瞬间觉得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 周在金接过礼物 随后嗤笑一声 下一秒便将钥匙扣重重地扔在地上 金丹还来不及说话 周在金便率先开口 管理好我的状态才是你该做的事 周在金你做个人吧 不仅对金丹大发脾气 还将担保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在他面前扔掉 上集说到金丹找准时机 将礼物送给了周在金 周在金接过礼物 有些疑惑地询问 这是你买的名牌 金丹有些尴尬 很小 对周选手来说应该不值一提 他将钥匙扣拿起来看了看 怎么买的 你不是没钱吗 金丹说这是自己这段时间下班后 凌晨做副业赚的钱 老朱文言明显有些不悦 你做了什么副业 我兼职跑了外卖 因为怕打扰选手休息 所以都是在你睡着后才出去的 周在金想起了金丹之前给自己理疗时 手受伤了 还有不吃午饭 白天老是很困 还有每天晚上睡觉 都会有奇怪的关门声 将自己吵醒 所以你这段时间那么碍眼 都是因为副业 我看你车钥匙上的钥匙扣有点旧了 所以想说买个新的送给你 钥匙影响到你了 对不起 周在金看着眼前的钥匙扣 眼底有些亡问 随后便大声地质问起来 谁让你买这个的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就好了 为什么做这种没用的事 然后要是扣就被他重重地砸在地上 这可是金丹的一片心意 不得不说老猪是真的钱 还不忘补充一句 你以为我收到这个会开心吗 金丹失落极了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周在金刚起身准备站起 金丹就小声解释道 毕竟是你的生日 每次都是我 收你的东西 所以也想送点什么给你 而猪仔却说自己不需要 让金丹管好自己就行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金丹站在原地 酝酿了好一会终于说道 就算是不自量力 也想要向选手表达我的心意 周在金文言震惊了 他来到金丹面前 询问他什么心意 该不会是我想你的心意吧 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金丹沉思了一回 最后还是没能说出来 只说了因为这段时间 周选手对自己很照顾 所以想要表示胆谢 可周在金却莫名目了 金丹我雇佣你当我的专属理疗师 你以为我是想从你这里 得到感谢这种东西吗 挺好的 我让你和我一起生活 给你出医药费帮你还债 都是为了让你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知道下一秒样式扣又被他直接扔飞 担保因此被吓了一条 知道的话就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 给我认真工作 你只要集中管理我的状态就可以了 金丹被他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 周在金转身就走 要是下次你还这样 我马上就换了你 金丹一句反驳的话影 只是静静地看着地上的钥匙扣 金丹伤心地落泪了 当周在金将生日礼物 扔在地上的那一刻起 金丹也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地位 周在金甚至还警告金丹 如果再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金丹呆愣在原地 说好了不管听到什么话都不要受伤 但为什么会落泪 是昨晚太温暖 所以不知不觉太飘然了吗 只感觉到一点温暖心就往那边靠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 全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是自己想错了 完全就是错觉 他捡起被扔掉的钥匙扣 自己像是傻子一样 以为成了周选手的什么人 所以做这种多余的事 周选手说的对 海藻哥的话也是对的 是自己不知分寸愉悦了 明明都知道却想装傻 此刻的金丹觉得自己 就像一个贪心的白痴 他拿起礼物 安慰自己不要觉得失望 随后将礼物扔进了垃圾桶 或许这份心意从一开始就是没用的 与此同时 周在金正在全管进行训练 陪练很快就被他打得体力不支 听到对方要休息一会 他便开始口述狂言 再打成这样你就滚蛋 还得意的说自己参加过 好几次的国内选手大赛 结果连四轮都坚持不下来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出去之后不要和别人说 你是我的队练搭档 真丢人 这把队练都下了一激励 旁边的队员也觉得周在金有些过分 他愤怒的咬牙切齿 随后站起身来大骂周在金 世界冠军就了不起 妈 周在金显然不知道对方会反击 队练将手套往地上一扔 看你年纪比我大 所以一直忍着 但是我现在完全忍不下去了 过去是他还挑衅的 撞了周在金的肩 救你厉害 不要因为自己是冠军 就随便发疯 白带你的脾气吧 这一行为也彻底惹恼了周在金 他二话不说就把男人一把抓了过来 将人一顿狂揍 休息势力 教练也劝在金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个离开的选手了 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体育馆的经营 其他的选手也会被影响 而老朱却不屑一顾 教练说最近很多选手在打听情报 很可能会泄露比赛的策略 所以让他多加小心 你们觉得凭借那些偷走的情报 就可以打败我们 哥哥们也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比赛就剩不到两周了 随后再经开门就走 这把教练气得火冒三丈 教练还是有些担心 所以让郑教练去查一下体育馆内 有没有泄露消息的人 还有留意一下其他体育馆的状况 在金肯定是他们最大的目标 因为他最知名 所以赌注也就最大 得知周在金赢得比赛的黑大哥很是愤怒 他大骂手下都是废物 吓得小弟纷纷道歉 他们决定重新研究一下 怎样对付周在金 上次被那家伙打的地方还疼得要命 就在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崔社长亲自打来电话 因为周在金这次赢得比赛 导致他赔了许多钱 这让几人吓得不敢说话 社长让他们停手 因为这次他准备亲自来 他似乎已经想好了对策 金丹会因此陷入新的危险 周在金要追七火葬场了吗 金丹奶奶的病情恶化 两人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体育馆这边 周在金的对手应付伤无法参加比赛了 好像是因为在训练的途中受了伤 本以为这场比赛会因此取消 可对手却换成了白俊明 有着MMA体育馆之王的一位选手 其中一个队员听到后也是十分震惊 金丹因为搜不到他的相关资料 所以询问刚才的选手 是不是了解白俊明选手 据了解 白俊明选手是最近冒头的新人 因为很有发 MFC的代表特别喜欢他 甚至让他和冠军比赛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因为没有他的比赛视频 所以也不清楚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土豆有些不服气 正常需要累积到足够的战绩 才能和冠军比赛 他一个形象不怎么样的白毛 竟然要和在金哥打比赛 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些不平衡 觉得他就是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在金哥肯定三两下就能把他解决 另外一些队员则认为 派白俊明来比赛只是想制造话题 而且现在已经有报道 火药味很浓烈 记者们都好像是希望周在金选手输掉 这时一个选手突然想起 白俊明是本地地下拳击场的传说 听说他在那个地方从无败记 不过自己也是听好哥们说的 不知道真假 如果传闻属实的话 在金哥也不能很容易取得胜目 而且他看起来就像是小混混 大家却觉得没有关系 反正在金哥平时也没素质 那小子看起来也没有多少比赛经验 在金哥肯定会赢的 金丹也觉得周选手肯定能赢的 很快就到了晚上6点 大家都准备热身开始上网课了 金丹却有些担心周在金 教练们也在帮助周选手研究白俊明的打法 可是关于他的信息还是太少了 通过视频也没看出他有什么特殊战术 很可能是那种根据对手改变策略的全能型选手 教练叹了一口气 突然换对手搞得有些匆忙 但还是要好好备战 在金的身体比较健壮 最好用摔跤消耗他 然后找准时机一击获胜 另一个教练通过视频觉得他好像很擅长攻击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可周在金却全程一言不发 这家伙 他怎么看都觉得有些眼熟 金丹奶奶病情恶化 周在金和金丹迎来新的危机 金丹独自一人回到家 房子虽大却越来越冷清了 加上周选手生日后 突然换对手后就变得更加忙碌了 一早上出门几乎就没有打过照面 就算是碰上了 两人也不说话 经历过那天的事情之后 金丹也不知道该和周选手说些什么 或许不带情感的默默工作 才是对的 明天就是奶奶化验结果出来的日子了 希望结果能够是好的 金丹看着和奶奶的合照 自己最近很忙 都没有去医院看看呢 如果奶奶的情况好转那就太好了 自己努力工作的理由就是这个 金丹笑起来和奶奶一模一样 等奶奶出院 他想带着奶奶一起去旅游 奶奶为了养活自己 哪里也没有去过 这辈子就只顾着工作了 他躺在床上 真的好想赶快去见奶奶 可金丹的期待最终落了空 肿瘤完全没有变效 需要效果不明显 以老人家的身体情况 也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因为奶奶年纪太大 现在用任何药物或手段 都可能没有作用了 金丹哭红了眼 他看着病床上的奶奶 回忆起了和奶奶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奶奶还很年轻 有什么好吃的粉 是第一时间给自己 被摔倒了也有奶奶心头 日子虽然很轻苦 但是却很快乐 可是现在怎么办 自己又要变成孤单的一个人了吗 奶奶握住她的手 询问她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冰箱里还留了她爱吃的 红豆包和酸奶 奶奶嘱咐她要多吃些 总是那么瘦 金丹垂下脑袋 奶奶最近肯定很难受吧 自己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可却总想着自己的事情 总用忙当借口 金丹再也忍不住了 她抱着奶奶痛哭 与此同时 她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是白剧名选手发的 金丹会再次陷入危险了 周在京发现 金丹和敌对教练照片 这又是要开虐的节奏吗 上集说到金丹去医院看望奶奶 收到了敌方白剧名选手的信息 何丹堡却一点也不想理会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奶奶 金丹不敢想象要是没有奶奶 自己又该为什么而活 就在她要推门而入食 一个大叔突然将她叫主 对方上来就递上名片介绍自己 她是King of MMA的代表崔迪熙 她想约金丹吃个饭 可是却被金丹拒绝了 于是她使出了杀手锏 你奶奶现在的治疗效果不理想了 所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关于你奶奶的事 我也有话要说 所以可以聊聊吗 男人嘴角扬起戏血的微笑 金丹本不想搭理她 可又不想错过关于奶奶的事 于是两人来到了咖啡馆 金丹问她对奶奶的事了解多少 是调查过她吗 男人却说她对金丹很感兴趣 所以就打听了一下 老师实力好这件事 在体育馆之间都传开了 而且这次白剧名和周在金选手队上 他们真的很荣幸 但是也觉得很有压力 所以联系她请教一下 如何管理运动员 可金丹却觉得很可疑 她让对方直接说出怒骨 男人喝了一口啪风 我想把你挖到我们体育馆 让你负责居民选手的状态 金丹明显很震惊 男人继续说道 如果金丹愿意的话 年薪可以试 现在的两倍 提供住宅还提供一辆车用于出行 可金丹哪肯离开周在京 直接拒绝 男人嘴角扬起 你奶奶打算尝试新药吗 国内医院那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 美国的F制药公司目前研发了新药 海外经纪公司就是F制药 通过我们的关系 可以让你奶奶在美国接受治疗 而且医疗费也会全力 看金丹有所动摇 她继续说 要是觉得有负担的话 还可以换一个办法 只需要告诉自己一点周在京选手的情报 或者这次比赛的战略和负伤情况就可以 这样就能全力治疗她的奶奶 她捂住金丹的手 希望她能认真考虑她的提议 金丹会因为奶奶而出卖周在京吗 周在京又要虐欺了 金丹竟然和敌方教练见面 上集说到崔吉西给金丹奶奶提供新药治疗为由 想要担保透露这次的比赛战略和负伤情况 虽然奶奶是金丹的全部 但她也绝不会因此就被判在京选手 她当即甩开了对方的手 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被判周选手 这让崔吉西十分不解 毕竟这可是许多人都求不来的机会 她气得在原地大喊大叫 可金丹却头也不回地直接走了 本来以为她要和自己聊奶奶的事 结果是让自己出卖周选手的情报 这人根本就是疯子吧 回到家的金丹还在研究怎么给周选手理疗 下一秒门声突然响起 是周在京回来 金丹有些心疼她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了 一定很累吧 她起身想要给她按摩放松一下身体 顺便和她说一下刚才的事 可当她出来才发现周在京竟然还在看比赛视频 还以为她打算睡了 她小声地叫了周在京 把她吓了一击铃 周在京问她过来干嘛 金丹想要睡前给她按摩一下 最近肌肉松弛些的话能睡得更香 自己也有些话想要对她说 可周在京却以自己太忙为由拒绝了 金丹害怕自己现在说的话 她就没办法集中看视频 于是只好做吧 本来想着她说一下下午的事情 但好像会平白让她烦恼 金丹垂下眼眸 或许周选手根本不会在意自己去 其他地方工作吧 现在也只是看前面 金丹说了句晚安 便离开了 正在观看比赛视频的周在京 这时却收到了一条消息 她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金丹和对方代表的照片 这让她瞬间便利 金丹竟和白剧名体育馆的代表见面 周在京会因此误会金丹吗 完了完了周在京的要被对方调包 金丹给他喷后伤势立即加重 老朱不会怀疑是金丹吗 金丹真的好可怜 比赛第一天 大家正往休息事赶 教练询问在京的状态如何 周在京表示还不错 可迎面就撞上了对方选手 对方代表上来就握住鼓教练 一阵寒暄 周在京也一直盯着那个和金丹见面的老头 金丹看到他 就不由地想起那天见面的事 可这一举动也被周在京看到 以老朱的智商 肯定以为金丹是心虚吧 就在这时白剧名叫他 在京选手 很荣幸能和你比赛 周在京盯着他好一会 随后出于礼貌和他握了手 在京选手 不记得我了吗 周在京很是诧异 随后白毛继续靠近他 低头就是一顿输出 说完后周在京很是愤怒 随后几人便离开了 周在京悬在半空的手 也在此时钻截 回去的路上 周在京全程黑脸 教练以为他是压力太大 告诉他不用担心 大家都相信他 可周在京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也让金丹叹在眼里 回去后周在京脑海中全是白剧名 白痴 你这种人算什么冠军 不记得小时候了吗 不过就是个损包 马上就会被我拿走冠军的腰带 输了不会哭鼻子吧 周在京越想越愤怒 原来是他 刚才就应该结果了那个家伙 虽然不知道他想要耍什么花招 但是自己绝不会认输 隔天训练的时候 金丹认真 得核对随身误品 我都看他拿喷雾给自己用 有些疑惑 金丹姐是因为之前发生过补充剂的事 所以想再确认一下 随后土豆便和他一起整理 可就在这时不怀好意的 崔吉西走了进来 现场一片炒漫 他询问周在京状态如何 聚名选手紧张到一夜没睡 普教练觉得马上就要比赛了 为了选手们的状态 还是请他先离开 下一秒周在京发火 喂老头 你当这里是哪里就闯进来 还不快滚 这把崔吉西吓了一趟 就在场面混乱之际 有人调换了周在京的喷雾 崔吉西也被工作人员拉走 土豆也很是愤怒 真的想一拳打过去 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必须要冷静下来 周在京也很怨 那群废物就知道发神经 周在京决定再和约瑟哥练一下 刚练一会便发现脚踝一阵刺痛 金丹询问他是不是脚踝不舒服 应该是训练过度 周在京觉得没事 喷点药就可以了 金丹抓起来被吊包的喷雾 刚给周在京喷上 脚便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 这让金丹瞬间顿住 周在京痛得握住脚踝 金丹看着手里的药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周在京还能顺利参加比赛吗 不败神话周在京 这次还能守住自己的冠军药袋吗 上集说到周在京在喷完药后 脚步迅速被烧得红肿 金丹也被吓得不知所措 他颤抖地解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周在京却恶狠狠地看向他 仿佛早已认定金丹背叛了他 他大声地质问金丹做了什么 教练也一脸黑线 到底是什么丹老师 你没有确认过药有没有问题吗 金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分明确认过没有事的 距离比赛只剩下不到15分钟了 教练很是担心 周在京强忍着疼痛 决定服完药后带着脚踝保护袋 金丹急忙上前准备帮忙服药 可却被周在京无情地甩开了 不要碰我 就这样周在京宁愿去公共治疗中心 也不愿金丹给他治疗 此时的教练都快疯了 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土豆本想安慰丹医生 可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京哥比赛 土豆也是一脸不解 刚才明明和丹医生一起确认没问题了 等到大家都走后 金丹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哽咽地哭了起来 为什么自己已经那么小心了 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 两人正在进行赛前的原地小跑热身 可细心的观众发现 周在京的脚踝受了伤 都纷纷担心这次的比赛结果 白剧民则是一脸奸计得逞的表情 比赛开始周在京便迅速挥拳 可却被白剧民轻松躲开 他似乎很熟悉周在京的打法 开场便使出了缠暴 将周在京选手锁住 而且还直接攻击在京的脚踝 突如其来的刺痛让周在京皱了眉头 可白剧民依旧没有停下攻击 因为根据官方的规则 攻击脚背不算犯规 教练急得连忙大喊 在京呀得拜托他的束缚 周在京迅速地逃了出来 但是脚背出了很多血 面对卑鄙的选手 周在京这次还能守住冠军腰带吗 在京一笑胜负难料 看周在京这兴奋的小眼神 感觉白毛会被揍得很惨 上集说到白剧民十分熟悉 周在京的比赛打法 利用比赛规则攻击周在京受伤的脚踝 面对无耻的白毛 在京二话不输就开打 在连续多次出拳后 白剧民终于防守不住 直接被暴揍 周在京似乎越打越来劲 就在他要再次出拳时 裁判却宣布时间到 中场休息 教练有些担心他的伤势 让他不要太兴奋 千万不要贴那家伙太近 而另一边也在小生密谋作战计划 比赛很快开始 白剧民一开始就主动攻击 抓住了周在京的腰 周在京大手一挥 就给了他一个大臂痘 可白剧民并没有因此倒下 他顺势将周在京扑倒 使得周在京原本受伤的肩膀 重重地摔在地上 强烈地刺痛 让周在京皱起了眉头 教练看到也很是担心 天边攻击明显受伤的左肩 这就是故意为之 随后白剧民将周在京紧紧勒住 就这点水平嘛 果然是耸包 这句话也彻底激怒到了周在京 直接释出一记肘击 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束缚 虽然脚上流着血 肩膀也很刺痛 可周在京却更加兴奋了 叫谁耸包呢 我要是没受伤 这比赛早就该结束了 来呀耸包 越来越期待后面的剧情了 看老猪如何抱揍白毛 周在京竞和白毛打成停手 这对于老猪来说和输了没什么两样 比赛后京丹和他解释 可他依旧怀疑是京丹做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京丹的破碎感 上集说到白剧民用尽心思 想要让老猪认输 可这却让老猪越挫越勇 他是绝对不会输给这样的垃圾的 第四轮比赛很快开始 周在京迅速出击 打得白剧民毫无还手之力 下一秒老猪更是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回旋踢 看得大家热血沸腾 白剧民被打得不知所措 下一秒他又开始吃笑起来 看来又准备使用那些肮脏的招数 只见他飞奔过来抱住周在京 迅速攻击他受伤的脚背 周在京攻击时他又快速的闪躲 在京选手由于脚背受伤动作变慢 一直被白剧民踢 剧烈的疼痛让老猪难以支撑身体 不过他很快知道了对方的意图 继续挥拳出击 白剧民趁机嘲讽 疼的话就休息吧 不要逞强了 拳头那么慢 第四轮比赛很快结束 进入了最后一轮 两人的体能都消耗巨大 比赛还剩下最后三分钟 白剧民一直在通过有效击打 来缩短与周在京的差距 周在京选手由于受伤严重 所以无法躲避 也很难出拳 很快比赛结束 这是周在京打的最惨烈的一次比赛 也是唯一一次没有获胜的比赛 最终根据双方的有效得分判定 两人战成了评审 这个结果老猪显然难以接受 对于连胜的 他来说 停局就等于输了 白剧民也成功踩着他上位 自己居然会输给一个垃圾 周在京连战五场 竟和白毛打成了平手 对于连胜的老猪来说 这就是输啊 老猪一脸不可置信 自己竟然会输给一个无名小卒 回到休息室后 他遣散了所有人 唯独留下了金丹 金丹小声地说着对不起 自己应该再确认一遍的 然而就在他刚要解释 和土豆一起检查的重点时 却被猪仔无情地打断 作为一个专业的理疗师 你连这个都确认不了吗 早就听说白剧民 喜欢在体育馆里安插间谍 打探比赛策略 所以你是他们安插在体育馆的间谍吧 金丹十分震惊 他居然不相信自己 他慌乱地解释不是自己 我知道你和对方体育馆的代表见过面 说你到底收了白剧民多少钱 看来目前为止我给你的那些还不够 金丹委屈地快要哭了起来 自己明明已经拒绝了对方 就算是给他一碗 他也绝对不会背叛老猪 你不相信我吗 看着金丹真挚的眼神 老猪迟疑了一秒 随后他让金丹立马从他面前滚开 自己却拖着带伤的腿先走了 只留下金丹一人呆愣在原地 金丹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自己明明拒绝的对方代表 喷雾也事先检查过 怎么会这样 周在京对金丹的误会终于成功解开 而他也因误会金丹被教练打了一巴掌 经过一番治疗后 医生告诉教练周旋手脚背的伤 虽然出血严重处理一下就能愈合 但是左肩的伤需要去上级医院 做手术才行 听到要做手术周在京立马拒绝 那意味着他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比赛 这肯定是不行的 教练告诉他要听医生的话 这时旁边的白聚明确十分得意 两人一唱一和地刺激周选手 教练都听不下去了 想要换肩治疗室 可白聚明确声称自己现在已经是冠军了 下次他将不会再放水 周选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而白聚明确露出了件细细的笑容 还嘲笑周在京已经不是冠军了 周选手直接从床上跃起 过去就给了他一拳 紧接着又是一套拳法 教练健壮赶紧上前将他拉住 即便肩膀十分疼痛 也掩饰不了他想揍人的心 很快周选手打人的消息 就登上了体育新闻 因为周选手的肩膀要手术 MCE医疗机构禁止他90天内不得比赛 胡斗看到新闻上的报道 十分无语 只是一次失败 新闻就这样报道 真是太过分了 可更令他震惊的是 体育馆内竟十分空荡 他不明白今天来训练的人为什么那么少 黄毛告诉他不只是今天 以后都会是这样 因为在金戈输了的消息 很多人都跑到白剧民那边去了 而且那边也开出了很好的 条件 再加上这次被取消贪赛资格 他们觉得再在金戈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学了 汪头对这样的行为很是生气 怎么能因为输了一次就背叛他 小土豆也十分愤怒 其他人可真没意气 在土豆的解释下 周赛金终于知道是自己误会的金丹 本想和金丹解释 却始终没发现他的身影 上集说道 土豆觉得背叛在金戈的人没意气 晚上便有人叫住了他 上来就问土豆最近过的怎么样 土豆也认出了他就是之前和 在金戈陪练的善号 自从上次之后两人就再没联系过 善号带土豆来了之前他们吃烤肉的地方 可饭店全是原来体育馆的大哥们 土豆健壮马上就想要走 他才不想和这些人一起吃饭 可谁知下一秒却听到了 一个炸裂的消息 原来崔代理早就把所有的钱 压到了白剧民身上 而且比赛也被他们动了手脚 要即被他们更换成了其他的东西 土豆此刻恍然大悟 他们当时就是故意引发混乱的 随后土豆便急忙赶回医院 将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大家 自己是亲自看单医生检查过要紧 所以单老师绝对不可能是间谍 此刻的周在京也知道是自己错怪的金单 教练也在旁边训斥他 不确认事情的真假就冲单医生发火 真的太过分了 可老猪觉得那种情况他也不知道 而且现在最惨的人是自己 教练生气地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我们所有人都为你操碎了心 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吗 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无情 说完又难过地哭了起来 被打得在京似乎也变得清醒起来 总算是发现少了一个人 开始询问大家 金单现在在干什么 教练的表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让一向淡定地在京都失了神